第一章被清洁暗算 顾同是被冻醒的 醒来时 她正蜷缩在酒店客房的床上 房间冷气开得很足 她没盖被子 身上也没任何遮挡物 身上袭来的刺痛和一地凌乱的衣服 无不再提醒她昨晚发生过什么 昨天她刚从南方学艺归来 一向看不起她的顾家大小姐顾雅慧 把她拉到KTV唱歌 说是庆祝她学成归来 顾同的养母方秋贤从小就告诉她 顾雅慧是姐姐 是正宗的顾家大小姐 而她不过是一个寄养在外面 身份卑微的私生女 她必须对雅慧尊之尽之 姐姐的邀请 她不能拒绝 昨晚顾雅慧性质特别高 对她前所未有的热情 顾同喝了几杯酒后 便察觉身体不对劲 顾雅慧让服务员送她回楼上的客房休息 然后等她睡醒 便成了现在这样 浴室中传来不紧不慢的水流声 隔着磨砂玻璃门 一个奇长的身影 若隐若现 顾同猛地坐起身 这男人是谁 正想冲过去 浴室的门开了 男子身上裹着条浴巾 带着一身水汽 从里面走了出来 水从她发烧低落 顺着肩胛骨慢慢下滑 不得不说 她长得非常好看 皮肤白皙 身材堪比难磨 还有着一张惊世骇俗的俊脸 顾同看清楚她的脸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男人昨晚进过他们的包厢 顾雅慧还特别介绍过 她正是顾雅慧的未婚夫叶思辰 而且 他们下个礼拜 就要举办婚礼了 这位子将自己包裹住 你怎么会在这儿 叶思辰靠近了些 单手撑在床檐上 眼底藏着一丝丝危险 却又透着些许魅惑 嘴角浮上一缕邪笑 这是我的房间 顾同一脸猛 我怎么会在这儿 你对我做什么了 男人盯着她惊恐的小脸 昨晚 可是你强行教我 忘了吗 顾同渐渐回想起来了 昨晚喝了几杯酒后 她便特别难受 迷迷糊糊中顾雅慧 让服务员送她回房间休息 当时她感觉自己 像是要燃烧了般 她没说错 确实是她主动 她甚至都没来得及 看清楚这男人的脸 她根本没法控制住自己 男人凑到她身旁 想起来了 顾同羞愧难堪 脸红的能滴出血来 她想骂几句 可毕竟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她好像骂不出口 我是被人陷害的 你相信吗 男人还没开口 房门突然开了 顾雅慧就跟掐着点似的 进了房间 一声惊呼 顾同 你真在这儿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她是直接找服务员 用房卡开的门 听酒店的服务员 说你昨晚进了 叶思成的房间 我还有点不相信 想不到你们两个 居然做出这么 不要脸的事来 贼喊捉贼 顾雅慧音量很大 为了刻意表现出 她的震怒 几乎抛开了 她第一名员 该有的高雅和贵气 面部表情甚至有些争鸣 顾同明白了 她被顾雅慧设计了 房间的一切 却又让她无法辩解 第二章 这样的男人 给她提鞋都不配 叶思成站在床边 一脸都波澜不惊 目光中透着丝丝寒意 昨晚被设计的 不只有顾同 还有她 她在包厢 喝了顾雅慧递过来的一杯酒 然后身体便发生了变化 房间闯入几名媒体记者 对着顾同和叶思成 一阵乱拍 顾同全缩进被子中 这被子最难看的一幕 莫过于此 如果有地缝 她一定会钻进去 记者们一边拍一边采访 顾小姐 叶思成已经背叛了你 你还要跟她在一起吗 你们的婚礼 还会如期进行吗 顾雅慧一向以端庄 高雅著称 她是帝都皇家学院的高材生 是当之无愧的帝都第一名员 是无数豪门公子 争相求取的对象 可这样一位高贵漂亮的大小姐 却在五年前 被顾家老爷子 当众许配给了一个来历不明 有手好闲的小混混 还亲手签下了一份婚书 让叶思成五年后 也就是顾雅慧大学毕业时 前来迎娶 顾雅慧一直很抵触 爷爷没说明白 为什么要这么做 只说叶思成曾经救过她一命 而且 这男人前途无量 将来一定会有一番大作为 也是在那一年 顾老爷子嫁和西去 而这份婚书 成了顾雅慧心头的一根刺 从那以后 他没再见过叶思成 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他以为叶思成已经消失了 不会再来打扰他 谁知一个礼拜前 叶思成带着那份婚书 突然出现在顾家 而这时的顾家 来了几名贵客 其中有一个是 华晨集团总裁的特助冷渊 顾雅慧的父亲顾雅峰 正跟华晨集团谈一个项目 特意邀请冷渊来家里做客 叶思成衣着简朴 不管不顾地提出 跟顾小姐婚期将近 希望顾家能履行婚约 把顾雅慧嫁给她 顾雅峰一脸难堪 她如此优秀的女儿 怎么能嫁给这么一个 什么都不是的男人 偏偏这会儿冷渊说了句 合作最讲究的就是诚信 不管是做生意 还是对待婚约都一样 华晨集团五年前才进入帝都 却在短短几年内 成了帝都最有实力的公司 公司产业涉及金融 房产 酒店 电子产品 医院等多个行业 但谁也不知道 幕后老板是谁 对外都是冷渊在应酬 顾家的横峰地产 这两年一直在走下坡路 顾雅峰绞尽脑汁 要跟华晨集团合作 就是为了打开局面 她好不容易才拉拢到冷渊 由冷渊开口 她不敢反驳 只好当这几位贵客的面影了下来 无奈顾雅峰已经硬下 顾家是守诚信的豪门世家 不能出而反而 直到昨天顾通回来 顾雅辉突然看到了希望 这会儿 顾雅辉哭得梨花带雨 像个无助的孩子 用手挡住记者的摄像机 你们别拍了 求你们了 快出去吧 别拍了 这是我们顾家的私事 我会处理好的 接着将那几名记者 全给推出客房 回头看着他们两个 叶思辰 顾通 你们赶紧跟我回顾家 最好是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随手砰的一声 顾通取下身上的浴巾换衣服 顾通掀开被子 床单上几缕鲜红的血迹 有些刺目 叶思辰也盯着多看了几眼 慢慢的目光挪到他身上 顾通反应过来 转过身去 叶思辰穿着一件白色短袖 破洞牛仔裤 嘴角带着一抹细血的笑 你身上有哪个地方我没看过 你还说顾通抓起一只枕头 朝他扔过去 顾家别说 顾雅辉处处可怜地 哭诉着顾通和叶思辰的女干情 网页上也传出了顾家准女婿出轨的话题 而且出轨的还是顾家的私生女 顾雅辉的亲妹妹 一时间 妹妹抢走姐姐未婚夫的新闻满天飞 还配上了床照 顾与风气的垂胸顿足 抬手便给了顾通一个耳光 早知道你会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 在你出生的时候 我就该掐死你 顾通是他在外面的私生女 他一直都认为 那个女人心机深重 故意怀上他的孩子 不过是想用孩子来要挟他 破坏他的家庭 顾通出生后才几个月 他母亲临妃便把他送到了顾家 后来临妃不知所踪 顾与风似乎对临妃很反感 对顾通也不怎么待见 加上他的正式夫人夏子轩荣不下顾通 顾与风只好把顾通寄养在外面 由在顾家做过庸人的方秋贤 朱全夫妇收养 顾通被打得眼冒惊心 一个猎妾跌倒在地上 叶思辰愣了下 想去扶他 顾通却自己爬了起来 捂着发红的脸 毫不客气地戳破了他们 别演了 昨晚的事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们比谁都清楚 顾雅慧神情僵了一下 你说什么 你自己不要脸跟叶思辰睡在一起 你还好意思把脏水泼到我们身上来 顾通冷声道 顾雅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昨晚的事 不过是你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夏子轩面露冷色 顾通 你可真会给自己找理由 顾与风依然保持着他的愤怒 既然演了 就给把戏做足 再次抬起了手 我打死你 顾通后退两步 避开他的巴掌 够了 目的已经达到 又何必再让我多挨起巴掌 顾雅慧是顾家大小姐 从小知书达理 高贵漂亮 而她是见不得人的私生女 从小放荡不羁 到处惹事 是一个人见人恨的坏孩子 所以 顾雅慧是不会做错事的 所有的错事 坏事 都是她顾通做的 她的养母方秋贤 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就跟你那个妈一个样 一条贱命 还不要脸 她没见过自己的妈妈 所有关于母亲的话题 都是从方秋贤口中听来的 在他们口中 她妈妈是一个很坏很坏的女人 不管她表现得有多好 方秋贤只会冷嘲热讽 从没给过她一个好脸色 从小就不停地打压她 不停地告诉她 她有多卑微 命有多见 顾雅慧也一样 总是对她冷言冷语 小时候 顾通很希望能得到顾雅慧的认可 很努力学习 但对于她每次带回来的满分成绩单 顾雅慧从来都是不屑一顾 而顾雅慧有一点点成绩 顾雅慧就高兴到 要为她举办一场宴会 尽管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顾同却犹如野草般顽强地长大 聪明好学 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 方秋贤不准她考大学 没上完高中 就强行将她送去了南方 让她上了南乡职业技术学校 学炒菜当厨师 一去就是五年 在方秋贤的眼中 她只配做这种事 等学会了再回帝都 跟朱全一起给人做菜 这就是方秋贤给她安排的未来 一辈子在锅碗瓢盆中度过 第四章 昨晚的事我会负责 顾雅慧连哭都是很有讲究的 眼泪一滴一滴地掉 就跟金豆子似的 委屈巴巴地看着顾同 我一直都把你当亲妹妹 只要是我有的东西 我都会想着你 可你呢 你一直在跟我抢 从前抢我的玩具 衣服 现在竟然 事实上 顾雅慧从来就没给过顾同任何东西 她比顾雅慧小一岁 但上的却是同一个年级 还在同一个班 每次顾同考出了好成绩 她就会暗中找几名同学去欺负顾同 对顾同又打又骂的 顾同从小被顾雅慧找来的男同学欺负 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 回到家 还会被方秋贤一通臭骂 骂她不知羞耻 老跟人打架 顾同只能把委屈往肚子里吞 后来再被人打 她都得保护好脸部 方秋贤看不到她身上的伤 可以少挨点臭骂 顾同从来就没想过 要去跟顾雅慧争争什么 她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一直都是忍着让着 可惜顾雅慧太会眼 大家都只相信她 而质疑顾同 夏子轩翻看着手机网页 网页上妹妹抢走姐姐未婚夫的新闻 闹得满天飞 为了让这件事继续发酵 她找了不少水军在转发和评论 顾同这回事彻底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而她的女儿 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摆脱那个废物 一举两得的好事 这事已经惊动媒体 闹得越来越大 总得有个解决的办法 夏子轩瞥了眼 站在旁边的方秋贤 方秋贤像是得到了指令班 夫人说的是 这件事已经传开 搞不好整个帝都知道了 也怪我 你们把二小姐交给我 我却没教育好她 是我的错 还煞有介事地扇了自己一耳光 随后小心翼翼地说道 你们有没发觉 顾同跟叶思辰挺有夫妻相的 夫妻相 几个人装模作样地对视了眼 顾玉峰重重地叹了口气 恨铁不成钢地看着顾同 这镊子 我是造了什么镰 怎么会生出个 叶思辰你打算怎么处理 叶思辰一脸淡漠 脸上没什么波澜 一直站在旁边默默地看着 你们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 顾同一声冷笑 昨晚的是错在我 我不会抵赖 叶思辰愣了下 说的也是 你得对我负责 顾雅辉看着都想吐 顾玉峰脸色好看多了 既然这样 下个礼拜的婚礼照常进行 新娘换成顾同 顾同深吸一口气 偏不给他们刘思豪情面 媒体已经把我跟叶思辰的事报道出去 外界都知道了 是我抢走姐姐未婚夫的 顾雅辉成功脱身 目的已经达到 又何必再铺张浪费 为我们举办一场婚礼 叶思辰嘴角福 上一抹不易察觉地笑 这丫头不傻 顾玉峰一脸错愕 这丫头从小就顽恋 但没想到 她会把事情看得如此透彻 她说的没错 确实没必要再铺张浪费 毕竟顾同也是她的亲生女儿 再怎么厌恶 也不能完全不管 也好 那就不举办婚礼 免得被外人看笑话 这连你丢得起 我还丢不起 这样吧 我给你们买一套房子 就当是送给你的嫁妆了 这又当又立的人设 顾玉峰拿捏得很到位 顾同觉得好笑 一口回绝 不需要 叶思辰小声地提了句 不给房子 我们住哪 难道继续住酒店 顾雅辉暗自庆幸 幸好自己有先见之明 这样的男人 给她提携都不配 顾同不过是身份卑微的私生女 私生女佩非勿难 真的是绝配 这回她可以彻底的放心了 都说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 顾同跟了叶思辰 注定这辈子都会处在底层 不需要她再打压 顾同都不可能再有出头之日 第五章 以后我养你 顾同一声叹息 叶思辰看起来人高马大的 又长这么帅 怎么跟个没长大的孩子般 真不明白 当年爷爷怎么会把顾雅会许佩起她 到底看中她什么了 我才刚回到帝都 酒店是住不起的 一会我就去找房子 我们可以先租房子住 你放心 不会饿着你 叶思辰摸着脑袋 这样啊 好吧 我不挑食的 什么都能吃 顾雅会感觉她不但没用 还是个弱智 讥讽了句 你当然不挑食 不然 又怎么会跟顾同睡在一起 叶思辰谋色犀利 回了句 幸好是顾同 语气低沉 平淡 却带着点不怒自威 尤其是她的眼神 竟让顾雅会有些不寒而栗 顾同学的是做菜 会做一辈子的厨师 跟你确实很配 顾玉峰拿出一张卡 这里面有二十万 你拿句应急 就当是送给你的嫁妆了 顾同没接 她不想再受顾家的恩惠 不用了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花你一分钱 顾雅会又嘲讽了句 对 你是做厨师的 可以每天打点剩菜剩饭 带回去给叶思辰吃 在她眼中 厨师这门职业 是有多么的低贱 顾同现在明白了 难怪方秋贤会想方设法 强行送她去南方 独计校学炒菜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顾雅会 以后别想再设计我 顾雅会面带微笑 终于甩掉了叶思辰这个包袱 对她来说 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 什么叫设计你 明明是你爬到她床上去的 你还想诬陷我 顾同一刻都不想再停留 叶思辰 我们走 叶思辰跟着她走出顾家别墅 她给你卡你 怎么不要呢 那可是二十万呢 有了这二十万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还可以住得好一点 顾同心烦意乱的 我自己能赚钱 不需要她的钱 你也看到了 她根本没把我当女儿 你这是诚意识之气 我们都还没工作 钱从哪来 顾同停下脚步看着她 那来顾家之前 你是怎么生活的 你一个大男人 难道离开顾家你就会饿死吗 叶思辰摸着脑袋 你说的也是 顾同也是头痛 这男人二十八了 难不成天天混大街 叶思辰 你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你总不可能什么都不做吧 叶思辰想了想 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我之前做过不少事 都是打打零工 时间不长 所以也没什么经验 顾同对她的了解 几乎是一片空白 你爸妈呢 家里还有什么人 既然要在一起了 总得对她多了解些吧 叶思辰有些难为情 我妈前些年过世了 我爸在乡下 我有个姐姐前些年 已经嫁人了 我现在就一个人 不会让你太为难吧 顾同差点吐血 难不成他家其他人 也要他养 我很好奇 我爷爷当年 怎么会把顾雅 汇许佩计你 就因为你救过他一命 说起这是 叶思辰看似有些自豪 这还不够吗 第六章 带叶思辰去租房 顾同觉得不应该 顾老爷子不是那种 没远见的人 他不会因为叶思辰救过他 就要招他为序 肯定还有其他原因 至于是什么 就不得而知了 想必顾家其他人也不知道 老爷子当年什么都没说 就撒手人寰了 长这么大 也就爷爷真心疼爱过他 叶思辰是爷爷挑选的孙女婿 昨晚又被他给强睡了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人 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他都得管叶思辰 走吧 别站在这惹人闲了 顾同带着他 走向地铁口 叶思辰赶紧跟在他身后 去哪 顾同叹了口气 先去中介 找房子 他的养父朱全 在威尔逊酒店做厨师 已经帮他联系好了 明天就能去上班 不过 酒店附近的房子太贵 他得租到郊区去 租房还比较顺利 在郊外一个老旧的居民小区 为了省钱 顾同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 租金在一千以内 刚进去看的时候 里面乱七八糟 灰尘满天飞 叶思辰差点被枪到 这地方也能住人 收拾一下就可以了 别愣着了 去把扫把拿过来 叶思辰一手掩着鼻子 不情不愿地拿过扫把 这么大会的弄点水吧 洗手间有个桶 你打点水过来 顾同埋头苦干了起来 边打扫边指挥叶思辰 柜子帮我搬那边 这些扔到楼下垃圾桶去 叶思辰忙着楼上楼下来回跑 累得满头大汗 打扫完 顾同又买了不少壁纸回来 把墙壁全贴上壁纸 在他的布置下 原本破旧不堪的屋子 竟有了点小字风范 叶思辰擦着脸上的汗 委屈巴巴的 这就是我们的新房 顾同拍了拍手 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家做 怎么样 很不错吧 改天我再买几盆绿植 几盆花回来 肯定会更美 叶思辰环视着这套小屋子 不能说有多好 但在他的精心 布置下很温馨 像一个家了 好吧 那就勉为齐男先住着 等你有钱了 再换好的房子 顾同洗了把脸 跟你说一下 这就一试一听 所以 房间我睡 你睡客厅 叶思辰一脸诧异 我们都已经那什么了 你还分那么清楚 他不是真想和他睡在一起 昨晚的事是顾同主动 他也一样被下了药 这种事 说到底是女人吃亏 顾同没吵没闹的 还承担起养他的重任 对一个女孩来说 实属难得 已经发生过那种事 他也算是他的人了 以后得保护好他 顾同一脸严肃 昨晚的事是意外 我是被人陷害的 我可以养着你 但并不代表 就要跟你结婚 不跟我结婚 原来 你是骗我的 叶思辰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 我们不还没结婚吗 先这样住吧 其他的以后再说 顾同看了眼外面 今天来不及做饭了 去外面吃个快餐 好吧 叶思辰跟着他下楼 到附近找了家快餐店 顾同又跟他讲了些 住在一起需要注意的事项 比如 不能干涉对方的隐私 不能随便进入他的房间 更不能偷看他换衣服 洗澡之类的 还有 你也别天天闲着 至少得找份工作 总不能一直靠女人养着吧 叶思辰好像饿了 大口吃着饭 好吧 我会去找工作的 这里的排骨真不错 你累了一天 多吃点 把自己这份分了点给他 顾同又拨回给他 你一个大男人 你多吃点肉 叶思辰愣了下 好吧 也就不客气了 把肉都吃完 顾同买单时 顺便问了句 你还有多少钱 叶思辰好像很难为情 我一直没有存钱的习惯 身上的一点钱 这几天都用完了 所以 顾同撇撇嘴 想必是给顾雅慧 送花送礼物了吧 这段时间 为了讨好顾雅慧 可惜 人家根本不领情 将她给的鲜花 礼物当着她的面 全扔到了垃圾桶 她曾经想过 只要顾雅慧稍微对她好点 哪怕是能给她一个温暖些的眼神 能多看她几眼 她也许 就会忍不住告诉她 她是什么人 可惜没有 顾雅慧根本看不上她 除了冷嘲热讽 根本不愿意和她多说一句 第七章 这丫头真打算养她 顾同叹了口气 往她微信上赚了一百块 我在南方上学时 在外面做过些兼职赚了点钱 但不多 暂时先用着 你省着点 这是你吃饭坐车的 两天够不够 两天啊 叶思辰表示 难度有点大 我省着点吧 尽量吃便宜的 顾同只好又给她转了二十 这样够了吧 叶思辰面带微笑 够了 她也守规矩 真就老老实实睡在客厅 累了一天 很快便睡着了 早上醒来时 顾同已经出门 她昨晚说过 今天要去威尔逊酒店上班 叶思辰习惯性的 伸了个懒腰走到阳台 楼下 听着一台私人定制的麦巴赫 这台车是来接她的 她不是穷小子 她的财富无人能及 她的权势 能让整个帝都颤抖 叶思辰嘴角服 上一抹冷笑 顾雅会真当她是个 一穷二白的小混混了 要不是五年前 她看到了顾雅会 手腕上的那个龙凤玉拙 她又怎么会跟顾家老爷子 定下这门婚事 顾同来到威尔逊酒店 朱全带她进了厨房 给她一一介绍 厨房的大厨和工人 带着她在厨房转了一圈 不是我吹牛 我从一个洗碗工 做到佩菜工 再到自己掌勺 没一定的本事 是不可能做到的 你看这儿洗碗 佩菜的工人 有几个能像我一样 做到大厨 朱全在威尔逊酒店后 除待了十几年 终于从一个洗碗工 做到了掌勺的 顾同没多大反应 也没赞美她 全书 我现在该做什么 她是顾家寄养在朱全家的 好歹也是顾宇峰的亲生女儿 所以对自己的养父母 她一直称呼为方姨 全书 朱全嘴里叼着根牙签 你先看我做 跟我学 由我来带你 等你熟悉了再考虑 让你自己来做 对了 这些年你在南方都学了什么 五年前顾老爷子过世 顾同被方秋贤 强行送去了南方读技校 而对于方秋贤的虐待 顾宇峰从来都当没看到 顾同没办法 只好在南方待了五年 也是这五年 她学到了一身的本领 不只有做菜 不过 在朱全面前 她不会表露出来 也就学了些配菜炒菜的基本功 那种学校你也知道 能教出什么来 早知道 当年我就该留在帝都跟你学 朱全五年前还只是个配菜的 她也学不到什么 可不是 你方姨非要把你送走 听说你跟叶思辰在一起了 顾同点头 我也是无奈的 朱全叹了口气 小声说 我能猜到 你肯定是被顾雅辉给设计了 她自己不想要叶思辰 又没地方扔 只好扔给了你 方秋贤从小虐待她 朱全很少在家 对顾同基本上不管 顾同问道 这是方姨也早就知道吧 搞不好就是他们一起设计的 朱全一声轻笑 这个就不好说了 丫头 我教你切萝卜花 负责酒店餐饮这一块的李经理跑了进来 来了贵客 你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拿出自己的绝活来 顾同一脸好奇 是谁来了 李经理说道 冷特助带了位贵客 中午在这吃饭 点的都是特色菜 把手头其他的活都放一放 先把他们的菜做了 对了 他特别点了一份龙虾炒饭 要用最新鲜的澳洲野生大龙虾 朱师傅 这份龙虾炒饭 由你来做 是 请经理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朱全就跟得了大奖班兴奋 这几年 他最拿手的 就是龙虾炒饭 故同不解 冷特助是什么来头 为什么要放下其他客人的菜 专门为他去准备 朱全带着他去挑龙虾 你不知道吧 冷特助可是华晨集团的二把手 三年前 华晨集团收购了威尔逊酒店 也就是说 冷特助就是我们上级的上级的上级 原来是这样 难怪大家会这么紧张 第八章 让他直接跳过实习期 故同有些不可思议 他每次来都搞这么大动静吗 既然是集团管事的 难道不应该先招呼好其他客人 冷特助不经常来这吃饭 不过 每次来经理都会这么吩咐一番 经理想讨好领导 我们下面的人更想好好表现 况且 经理说了 冷特助今天带了贵客过来 朱全挑了一只非常活泛的大龙虾 弄得一身都是水 把大龙虾拿到案板上去掉虾壳把肉取出 龙虾头和虾尾都不能弄坏了 待会要用来装饰的 还有这虾肉 要切得均匀 这样才好看 故同想自己动手 被朱全阻止了 你还做不了这个 要想自己掌勺 起码得先过了实习期 实习期三个月 故同哪有这耐心 大龙虾炒饭工序很复杂 朱全又想做到极致 光准备食材 就费了不少功夫 也耽误了不少时间 突然肚子一阵咕咕叫 怎么在这个时候闹了起来 我得去趟厕所 你好好看着 千万别动这些食材 一点都不能动 故同没这么老实 他一走 他便开始做炒饭 其他的菜都做好了 李经理进来催了一遍 龙虾炒饭还没好 马上 故同回了句 将炒饭装盘 又用多种食材点缀了一下 等朱全从洗手间回来 炒饭刚被端走 厨房人多 又都穿着一样的制服 戴着高帽 大家都在忙活自己的 没太去注意 这炒饭是谁做的 朱全急了 我不是告诉你不能动吗 谁让你炒的 这可是八千块一只的大龙虾 不然我还能重新做一份 你这是在砸我的饭碗 完了完了 这下 我这份工作怕是保不住了 故同安慰了句 不就一份炒饭吗 别这么大惊小怪的 你真是出声牛 独不怕虎 这下全完了 我在这做了十年才做到配菜的 又做了五年才做到掌勺的 我这大厨才刚做了三年 难道就要被你给坑了吗 朱全叫苦连天 都没心情做其他客人的菜了 本想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 没想到被故同给坑了 李经理又来了 刚刚那份炒饭不是朱师傅做的 朱全一脸苦笑 对不起经理 我今天闹肚子 去了下棋手间 等我回来 哎 故同毫不避讳 是我做的 怎么了 李经理笑容满面 冷特助说做的跟之前不一样 但更好吃 这就是他想要的口味 啊 不只是朱全 其他大厨都惊讶不已 冷冤这是什么品味 一个刚进来的实习生能 比大厨做的还好吃 几分钟后 李经理又跑了回来 冷特助说了 故同可以跳过实习期 直接成为酒店的正式厨师 大家一脸猛 还是头一回遇到这么好的事 故同太幸运了 故同对自己的厨艺很自信 不过能够直接跳过实习期 对他来说还是很开心的 至少在收入方面更有保障些 他现在要养叶思辰 必须多赚些钱 包厢里 叶思辰把最后一口龙虾炒饭吃完 很是赞赏 想不到这丫头厨艺这么好 好吃 好吃 冷冤说道 叶少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公司主持大局 第九章 这男人这么像叶思辰 这些年叶思辰在忙着别的事 对华晨集团都是遥控指挥 定期跟高层开视频会议 定期跟冷冤见面 公司的事都是冷冤在处理 叶思辰前段时间回到帝都 原本是想迎娶顾雅辉后 便正式入主华晨集团 谁料顾雅辉根本看不上他 为了摆脱他 不惜把顾同送到了他床上 他还有些事未了 在这之前 他还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会回公司去 不过 我身份要保密 除了公司高层 别告诉任何人 是 冷冤是他最得力的助手 跟在他身边好些年了 对他的心思 基本上能猜到个八九成 冷冤办事 叶思辰一直都很放心 不过叶首 你真要跟顾同住在锦绣新村吗 此时的叶思 沉身穿一身鼻挺的高定西服 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逼人的贵气 脑中浮现出 昨夜跟顾同翻滚在床上的画面 又想起了他在顾家人面前的反应 嘴角浮上一抹笑 暂时先住在那吧 正好能掩盖他的身份 方便他去查一些事 冷冤的手机响起 是顾宇峰打来的 想和他谈新项目的事 冷冤按住话筒 看向叶思辰 叶思辰谋色一沉 告诉他 新项目的是暂缓 顾宇峰不解 都快谈好了 怎么又暂缓 冷特住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还是我有什么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希望你明示 冷冤略显慵懒地说 这是我们老板的意思 说完挂了电话 顾宇峰一连猛 谈好的一起做那个新项目 难道做不成了 冷冤的语气 也跟之前不一样了 还带着些许冷意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顾宇峰忙了一个中午 擦了擦汗 走出厨房 他得去趟洗手间 包厢中出来两名男子 正往电梯方向走去 顾宇峰了下 这男人的侧脸 怎么跟叶思辰那么像 加快速度 往前走了几步 却又停了下来 自嘲地笑了笑 叶思辰要真有这男人的气势 顾雅慧又怎么会千方百计 要甩掉他 想到叶思辰 顾同拿出手机 拨通了他的号码 都住到一起了 还是应该关心一下的 叶思辰跟冷冤刚回到车上 轻轻滑开街听见 喂了一声 顾同靠在墙上 第一天上班有点累 你在哪 我呀 叶思辰想了想 我在外面 想去看看 有没合适的工作 吃饭了吗 刚吃过 你吃了没有 顾同笑了笑 我还没有 等会儿吃 叶思辰关切地问 第一天上班怎么样 能适应吗 没人欺负你吧 顾同有些得意 正好需要跟人分享一下 谁能欺负我 我处理好着呢 你知道吗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就碰上了 华晨集团的冷特助来吃饭 他点了份龙虾炒饭 正好全书没空 是我做的 冷特助吃了后特别满意 就因为这样 经理让我直接跳过实习期 成为正事工 叶思辰笑道 是吗 那恭喜你啊 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 冷冤这会儿明白了 叶思辰会提出去 威尔逊酒店吃午饭 估计也是因为 顾同第一天去那上班吧 特意过来试试他的厨艺 他们的大老板 叶家唯一的传承者叶思辰 要是真喜欢上一名厨师 还是身份卑微的私生女 会不会不太合适 要是叶家老爷子知道了 能受得了吗 第十章 你够厉害的呀 顾同想了想 我晚上可能会回去迟点 等有时间再庆祝吧 你早点回去 没事别在外面晃悠 知道了 叶思辰挂了电话 跟冷冤说道 回公司 华晨集团楼下 冷冤放慢了车速 叶手 顾宇峰来了 速度可真快 比我们还先到 叶思辰谋色犯了 哼 这种人 不配跟我合作 是 冷冤明白了 开始说的是暂缓 其实也就是没打算 跟顾宇峰合作了 确实 顾宇峰出而反而 为了摆脱叶思辰 竟不惜牺牲小女儿的幸福 这种人 确实挺可怕 要不是因为叶思辰 跟顾雅会有婚约 叶思辰一开始 就不会让冷冤 接受顾宇峰的合作方案 冷冤的手机再次响起 又是顾宇峰打来的 冷得住 我到你公司楼下了 我把合作方案 又做了些修改 我们好好谈谈吧 冷冤语气淡漠 我没空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顾宇峰低声下气的 等有空 我会让人通知你 你先回去吧 冷冤说完挂了电话 顾宇峰差点骂出声 顾家好歹 也是帝都的正牌豪门 他堂堂横峰的大老板 他什么时候低声下气 跟一个特助这么说过话 可偏偏他还必须这么做 要是这次的合作谈不成 前期的所有心血和投入 就都打了水漂 对他来说 损失太大 他一直琢磨 冷冤之前对他都是客客气气的 为什么今天会突然变了个人半 不会是因为 冷冤心情不好吧 还是说 因为看到了叶思成出轨顾同的新闻 可这是叶思成和顾同的错 能怪他不守诚信吗 再说了 这是顾家的家事 冷冤还不至于管这么宽吧 顾宇峰百思不得其解 先回了公司 冷冤等于是 把他晾在一边了 他有种感觉 跟华晨的合作 要凉 叶思成直接从地下车库上的顶楼 他有专用电梯 他的总裁办公室在顶楼 坐在那张大班椅上 回想起这些年来的风风雨雨 能有今天 太不容易 我跟顾同的是闹得差不多了 冷冤 将网页上那些新闻 帖子 给我压下去 好 我这就去安排 顾同终于忙完 跟厨房的工人们一起吃了口饭 手机响起 是萧宇打来的 萧宇是他初中到高中时的同学 也是他在帝都唯一的朋友 也只有萧宇 哪怕是被顾雅慧恐吓 也依然跟顾同好的 跟穿一条裤子 顾同 你够厉害的啊 才刚回来 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整个帝都都在议论 你抢走姐姐未婚夫的事 你在哪 我过去找你 半小时后 萧宇出现在威尔逊酒店 顾同正好这会儿休息 跟去了大堂的咖啡厅 你还好意思说 闹这么大动静 你居然到现在才知道 萧宇点了两杯卡布奇诺 我昨晚夜班 刚睡醒 想也知道 是顾雅慧设计的吧 你说你 被他暗算过多少次了 怎么就是没点记性 顾同一声苦笑 该来的逃不掉 但我欠他的 从小方秋贤就骂他 他妈妈林飞 勾引顾宇峰 破坏人家的家庭 害下子萱伤心欲绝 差点精神失常 他就是罪恶的源泉 他活着 就是为了 替他妈妈赎罪的 萧宇催了一口 你欠他什么了 从小到大 他一直欺负你 总有一天 我要揭穿他的真面目 还帝都第一名元 他也配 第十一章 谁把这么大的新闻 压下去了 都过去了 以后我不会再任由他欺负 顾同有点兴奋 不说这些了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就得到了冷冤的认可 给我转正了 按照大厨的待遇 给我发工资呢 瞧你那点出血 萧宇一直替他抱不平 你成绩那么好 却甘心去上了个技巧 突然嘴角露出 略带神秘的笑 这些年 你不会真在学炒菜吧 这可不符合你的性子 在南方五年 足够让顾同成长 顾同慧莫如深地笑了笑 避开这个话题 现在很多人在议论我吗 萧宇瞥了眼座 在斜对面的两名女孩 凑近了些 看到没有 他们两个一直在盯着你 顾雅慧也够损的 把你的脸拍得那么清晰 他本来就想害我 难道还能为我留什么情面吗 顾同打开网页 他跟叶思成的新闻 从头条被压了下去 有些网站几乎找不到了 就几个大网站 还能搜到点 谁这么好心 把这么大的新闻压了下去 萧宇也发现了 不会是顾与峰吧 顾同从不认为 顾与峰会为他去做什么 不过 他毕竟是顾家的私生女 顾与峰为了顾家的名声 会这么做 也是有可能的 这条帖子转发得很快 涉及到很多家媒体和网站 你觉得 顾与峰有这本事吗 这一点萧宇想到了 如果不是顾与峰 还会有谁 顾同实在是猜不到 在帝都 还有谁会注意到他的存在 不管这些了 压下去了就好 也省得我走到哪 都被人指指点点 萧宇心疼地看着他 发生这样的事 你还能撑得住 我真是佩服你 撑不住又能怎么样 我才22岁 难不成要去死吗 顾同脑中掠过叶思辰的身影 那男人虽然没什么本事 好在长得不错 脑子也灵活 稍微调教 养活他自己 应该没问题吧 你的心可真大 他是男人 难不成还要你来养 暂时只能这样 不过 我感觉他能给我带来好运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就转正了 也许 他是我的福星呢 事已至此 萧宇不忍心在打击他 但愿吧 彤彤 你真打算做一辈子厨师 顾同刚回帝都 还有好多事要做 厨师只是暂时的 他想把自己的妈妈找回来 不管别人有多厌恶灵妃 但毕竟是他妈妈 萧宇想起了一件事 对了 我记得 你爷爷给过你横峰五个点的股权 你为什么不去横峰上班 你去那可是名正言顺的股东 至少能给你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 顾老爷子的遗嘱中 确实有这么一项 要给顾同五个点的股权 不过 那时他还没满18岁 这五个点 暂时由顾宇峰代为掌管 顾宇峰从来就没把他 当过女儿看待 又怎么会给他 我不需要他们 给我什么体面的工作 不过 那五个点是爷爷留给我的 我一定会拿回来 这就对了 你不能老 这么让着忍着 你得拿出点魄力来 你在外面不是很能吗 对他们也不能手软 萧宇是赌王萧陌生的女儿 自小便古灵精怪 是各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所以 当所有人都迫于顾雅慧的威吓 不敢接近顾同时 只有萧宇 非要跟顾同做好朋友 第十二章 顾雅慧故意找茬 顾同看了眼时间 我该工作去了 要准备晚上的菜 萧宇说道 你这工作够累的 要不 去我那儿吧 我给你安排一个更舒服的 我好歹上了个职校 学了这么多年 总得做一段时间吧 还好上午十点才上班 晚上到九点就可以下班 一个月有四天休息 更重要的是 他现在要养夜私沉 不能随便换工作 顾同喝完杯里的咖啡 匆匆上楼 顾家 方秋贤榨了杯鲜橙汁 端给顾雅慧 讨好的说 顾同已经在上班了 听你全书说 他做得还挺顺手 今天刚去就转正了 这件丫头 也就那样的工作 才适合他 大小姐 你就放心吧 他一辈子都只能 做个卑贱的厨师 顾雅慧一口鲜橙汁 差点喷了出来 你说什么 他刚去就转正了 凭什么 方秋贤把事情的经过 讲了一遍 这样不是很好吗 每天都得被邮剑出 一个又一个的炮 很快就会惨不忍睹 多好 你这是在夸他呢 还是在扁他 什么御守 那件丫头 也能成为御守 顾雅慧放下果汁 他居然第一天上班 就引起了冷冤的注意 怎么可能 冷冤他接触过 气宇轩昂 帅气爆棚 更重要的是 在他身上 散发着一股 掩藏不住的贵气 虽然至今 没弄清楚他的身份 不知道他是不是 豪门贵族家的公子 但就他目前 华晨集团二把手的身份 就足以吸引到 不少千金小姐 包括他自己 跟叶思辰那 小混混比起来 冷冤简直就是神 顾雅慧早就对 冷冤青睐有加 可惜 冷冤人如其名 冷得跟冰块一边 跟他接触 能让你有种 掉入深渊的感觉 也正是这样 让顾雅慧更加喜欢 这样的特助 可一点不比 那些豪门公子差 相反 更有本事 也更有魅力 方秋贤察觉到了 他的不对 你的意思是 顾同不能这么快转正 可他不得转正了 才能成为一名 真正的厨师吗 顾雅慧一声冷哼 你懂什么 他才刚进酒店 就转正了 还是冷冤特批的 他凭什么 冷冤怎么会 喜欢他做的菜 不是菜 听你全书说 是一份龙虾炒饭 龙虾炒饭 顾雅慧又不高兴了 顾同能做 这么高档的美食 大小姐 你要是不想让他转正 那还不简单 你跟冷特助说一声 让他取消不就得了 冷特助都到顾家 吃过饭的 又要合作了 他肯定会听你的 顾雅慧不知道 自己有没这么大的面子 得有个合适的理由才好 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晚上去威尔逊酒店吃饭 我请客 顾雅慧 姚孟叔 方欣然 是同学也是好朋友 他们两个都听顾雅慧的 从小到大 没少欺负顾同 今晚没去包厢 特意在二楼中餐厅 找了个靠窗的餐桌 刚坐下 就点了那份龙虾炒饭 特意叮嘱 要新来的那位厨师做 第十三章 要求经理惩罚顾同 李经理兴奋的跑进后厨 顾同 你做的龙虾炒饭 可是出名了 有客人点名要你做 啊 这么快就有人知道了 顾同一脸猛 对 好好努力 加油 李经理在他肩头 轻轻拍了拍 先走了 朱全不高兴了 顾同才刚来第一天 就抢尽了他的风头 全说 帮我去跳龙虾吧 朱全不太乐意 你自己去 我忙着呢 语气冷漠 极不情愿 顾同听出来了 他还要忙着 把龙虾炒饭做出来 没时间来跟他解释 自己跑去挑了一只大龙虾 去壳取肉 再按照流程 把一份龙虾炒饭做了出来 朱全撇撇嘴 瞧把你能的 全说 我才第一天来 还不是你上午教的好 这话朱全爱听 你呀 才刚来不能因为冷特助 表扬了几句就骄傲了 你还有很多东西 需要跟前辈们学 知道不 我是没什么 可其他人会怎么看你 人家能舒服吗 顾同明白他的意思 不过 整个后厨也就朱全不高兴 没见其他人 有什么不乐意的 有两位老师傅 还夸赞了他几句 全说 我都是忙完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呢 帮我切菜吧 这些菜一定要好好切 不但要均匀 还要好看 顾同刚拿起菜刀 李经理又来了 这回是喘着气 还带着怒色 顾同 你怎么搞的 客人投诉 你做的龙虾炒饭太咸 还有头发 说要举报我们 餐厅卫生不达标 朱全心中冷笑 说了 让你别惩能 你看 这就出事了吧 看你怎么收拾这局面 太咸 怎么可能 顾同扔下菜刀 跟李经理来到餐厅 客人在哪 那边 李经理把他带到落地窗旁 在看到顾雅慧他们时 顾同瞬间明白了 原来是你们几个 我说怎么会有人投诉呢 你们是故意来找茬的吧 姚梦叔冷眼看着顾同 我们听说 你做的龙虾炒饭好吃 特意来给你捧场 谁知道 居然做成这样 这可是好几千块一分的炒饭 这笔账怎么算 顾同盯着餐盘中 剩下一半的炒饭 从口袋中 拿出自带的勺子 咬了一勺放入口中 确实很咸 咸得简直不能入口 炒饭中间 还掺着两根头发 看着怪恶心的 不对 我做的炒饭不可能咸 姚梦叔指高气昂的 那你的意思是 这份炒饭不是你做的 还是说 你怀疑 我们动了什么手脚 他们三个人 碗里都装着一些炒饭 炒饭已经动过 很难断定 是他们故意做了手脚 还是顾同放多了盐 作为帝都第一名员 顾雅会保持着 他的高雅和贵气 经理 你就说这件事 要怎么处理吧 一只澳洲野生大龙虾 起价四千多 他们这只不是很大 也要六千多 顾同刚来 就算转正了 工资也是普通厨师的水平 这一份炒饭 差不多要他一个月工钱了 李经理知道 这几个都是不好惹的主 看他们的打扮 就知道 肯定是豪门大小姐 这个位置有监控 但不能全方位拍到 如果他们是来找茬的 肯定也是有备而来 不然又怎么会选了这张餐桌 顾同 你说呢 第十四章 冷冤霸气解围 顾同明白 这几个女人 就是故意来整她的 但要她赔一份大龙虾炒饭 她也赔不起 经理 我做的龙虾炒饭没问题 至于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肯定是端到餐桌后 他们动了手脚 在服务行业 顾客就是上帝 拿不出有利的证据 顾同就只能认栽 周围还有不少客人 都盯着这边 等着看笑话 方欣然站起身 故意加大了音量 经理 这女儿 也敢让她在这上班 你还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吧 她私生活乱的很 昨晚才刚 顾雅会示意她别说了 这是顾家的家事 欣然 现在还是先解决这份炒饭的问题吧 顾同 不是我不给你面子 这实在是难以入口 我们也不能当冤大头不是 旁边有人开始议论 这不会是顾家的私生女吧 就抢走姐姐未婚夫的那个 穿成这样 我还真没认出来 就是她 真是不要脸 连姐姐的未婚夫都抢 还把炒饭做成这样 顾雅会得意的盯着顾同 让她气愤的是 顾同居然一脸淡漠 好像没在议论她一般 看了眼方欣然 方欣然心领神会 经理 这是要是处理不好 我们可要打投诉电话了 一打投诉电话 就会有卫生部门的人介入调查 搞不好还得让餐厅停业几天 就算冷约能摆平 可这损失李经理可担不起 几位 有话好好说 这样吧 我让朱师傅给你们重新做一份 顾同 这份炒饭的损失 由你来负责 顾同怒道 凭什么 经理 你明知道是他们故意害我 还要我来陪 就这么定了吧 李经理不想得罪这几位千金大小姐 她也得罪不起 几位稍微等 等会儿再做一份送过来 李经理就是这么处理问题吧 一个冷力的声音响起 冷冤突然走了过来 顾雅会眼前一亮 冷特住 冷冤没理她 看向李经理 今晚这份龙虾炒饭算我的 不需要给他们重新做 以后 这三位女士 不允许再踏入威尔逊餐厅 顾同一个机灵 原来 这就是冷冤 可真有气势 太霸气了 这语气 能让人热血沸腾 李经理额头冒汗 冷特住 可这 冷冤语气冷到极致 客人就是上帝 这没错 但也不能丢了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这种故意找茬的客人 我们餐厅不接待 你如果连这点小问题都处理不好 你还配当经理吗 李经理神情将注 是 冷特住 是我没处理好 可是 按我说的做 冷冤说完 转过身要走 顾雅辉一头雾水 冷特住 这份炒饭有问题 被顾同给做毁了 你可以看看 真的不是我们故意找茬 冷冤回头看了 眼残盘中剩下的炒饭 顾小姐是认为 我们威尔逊好欺负吗 这份炒饭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比谁都清楚 如果顾小姐想纠缠下去 我们可以请警方来调查 这个位置 并非监控死角 顾雅辉眼底掠过几缕慌乱 抬眼看着周围的摄像头 被冷冤这么一说 他也不确定 刚刚他们的举动 有没被监控拍到了 冷特住 是顾同他 劝你一句 适可而止 冷冤说完 转身便走 他跟几名客人 晚上在这吃饭 听服务员说 餐厅这边闹了起来 了解情况后 特意过来看看的 第十五章 顾雅辉颜面尽失 李经理缓过来 清了清嗓子 有冷冤出面 他不需要再畏畏缩缩的 冷特住的话 你们都听到了 把这些菜吃完去买单 那份龙虾炒饭 就不需要你们付钱了 以后 只责起顾雅辉他们来 看来真的是故意找茬 估计跟这位厨师 有什么恩怨吧 搞不好昨晚的事 就是被顾大小姐设计的 他不愿意嫁给 那个没用的男人 所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妹妹 顾同跟李经理 回厨房去了 他也纳闷 冷冤为什么要帮他 就因为他做了一份 和他胃口的龙虾炒饭 有意思 见他平安回来 朱全一脸错愕 听说是惹上了顾雅辉 还以为顾同的掉层皮 没事了 顾同深吸一口气 没事了 这样都能没事 顾雅辉没揪着你 朱全纳闷了 这可不像是顾雅辉的性格 顾同笑了笑 我有贵人帮忙 对他来说 冷冤确实是贵人 中午让他转正 晚上又替他解围 尤其是他那霸气侧落的气势 让顾同这种从小缺爱 被人欺负到大的孩子 心中倍感温暖 对冷冤很是感激 有人帮忙就好 以后别逞能 多跟前辈们学习 朱全面露不屑 继续忙去了 顾雅辉从没遇过这么难堪的事 本想来打脸顾同的 怎么反而被顾同给打脸了 还打得如此重 最让他尴尬和痛恨的是 冷冤居然帮顾同来羞辱他 还是当着他两个死党的面 他一直都很仰慕冷冤 这男人为什么要帮顾同 雅辉 怎么办 方欣然小声问 还能怎么样 买单走人 顾雅辉一个头两个大了 叫来服务员 把这份龙虾炒饭的单也一并买了 他怎么能让冷冤来帮他付钱 三个人走下楼 大堂冷气开得有点大 姚梦书打了个寒战 不会真不要 我们来这吃饭了吧 方欣然一声冷笑 怎么可能 开门做生意的 乃能拒绝客人 顾雅辉讥了句 你觉得华晨旗下的威尔逊酒店 会缺少客人吗 确实不会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巴结冷冤 再说了 华晨集团最不缺的就是钱 不差他们几个 姚梦书有些恍惚 应该不至于 反正服务员又不认识我们 下次我们又来就是 我还不信了 难道还能把我们赶出去 雅辉 你可是帝都第一名员 冷冤怎么能这样 顾雅辉跟吃了苍蝇般恶心 顾同没害到 反而让自己在冷冤和大家面前丢进了脸面 哼 顾同 你跟我等着 这笔账迟早要跟你算 顾同心情好了些 继续跟朱全一起做菜 今天第一天上班 可真够刺激的 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出租屋 已经是晚上十点了 客厅亮着灯 桌子上放着一个小蛋糕 上面还插着根蜡烛 见他进门了 叶思辰点燃蜡烛笑道 你第一天上班就转正了 特意买了个蛋糕 为你庆祝 端起蛋糕来到他面前 祝你工作顺利 多赚点钱 这蛋糕的好几时吧 把钱花了 明天他用什么 顾同本想念叨几句 烛光印在他脸上 练艳而迷人 他有点骂不出来了 不管怎么样 也是人家的一份心意 好吧 谢谢 叶思辰笑道 把蜡烛吹灭 许个愿吧 又不是我的生日 许什么愿 顾同把拉筑拔出 把蛋糕分成两半 递给他一半 吃吧 今天上班怎么样 叶思辰边吃边问 顾同把晚上的事 也讲了一遍 你说 冷冤为什么要帮我 第十六章 萧宇求助顾同 替他报仇 叶思辰被呛了一下 连声咳嗽 也许是稀才吧 看你这么有天分 想留下你 还有 本来也是顾雅辉 他们故意刁难你的 冷冤是什么人 能骗过他吗 顾同觉得有道理 不管怎么样 我的工作算是保住了 你的钱用来买蛋糕了 明天又不够用了吧 叶思辰知道他的钱不多 但他都这么问了 他只能继续装 我省点吧 早上可以不吃 中午吃碗面 够用 那怎么可以 顾同又赚了三十给他 你一个大男人 吃饭不能省 好吧 我会努力去找工作的 叶思辰保证 顾同心情很好 我已经有工作了 你可以慢慢找 不过 也别待在家里不动就是 还有 你现在没工作 家里的卫生你搞一下 叶思辰好多年 没搞过卫生了 哎 好吧 你吃完早点休息 我来搞卫生 顾同回房间去了 叶思辰把桌子收拾好 又拿过托拔 把地板拖了一遍 他堂堂大总裁在这儿搞卫生 确实有些难为他 不过 他真的是用心在做 把地板拖得很干净 拖了两遍 顾雅晦气呼呼回了顾家 方秋贤刚好忙完 要回自己的家 他是顾家的佣人 但并不住在这儿 推着电动车刚到大门口 就碰上了顾雅晦的跑车 特意凑到跟前问了句 大小剑 你回来了 你真去找顾同了 方秋贤为了讨好顾雅晦母女 从小虐待顾同 他曾跟夏子轩保证过 要把顾同养肺 可惜顾同生命力太强 没如他们所愿 顾雅晦面带怒涩 别提了 气死我了 都怪你 把他养得那么好 你可冤枉我了 我不一直都是按照你跟夫人的要求 在养他吗 顾雅晦一脚油门 把车开进院子 走回客厅 顾雅峰正坐在沙发上 唉声叹气的 顾雅晦不解 爸 你怎么了 夏子轩泡了杯茶地 给顾雅峰 冷渊突然变卦 估计不打算跟我们合作了 什么 顾雅晦更加恼火 凭什么 冷渊这是怎么了 今晚在酒店餐厅 为了帮顾同 不惜当众羞辱我 还说 不允许我再进入威尔逊的餐厅 顾雅峰一脸错愕 你怎么得罪他了 我哪有得罪他 顾雅晦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爸 该不会是冷渊 看到我们把叶丝沉色给了顾同 所以 他对我们改变了态度吧 顾雅峰也想到了这一点 冷渊是个做大事的人 还不至于吧 夏子轩阴阳怪气的说道 搞不好顾同跟他那个妈一样 也是个狐狸精 你看他一脸妖媚 该不会是跟冷渊有什么吧 能有什么 顾同要跟冷渊有什么 这比被冷渊羞辱 更让顾雅晦难受 这不等于拿刀子捅他的心吗 顾雅晦心里堵得难受 冷渊怎么可能看上他 顾雅峰头都大了 这是一定要弄清楚 否则就前功尽弃了 晚上 顾同收拾好 准备下班 手机响起 是顾雅打来的 劈头盖脸的问了句 顾同 要是我被人欺负了 你会不会为我出头 顾同很爽快的说 义不容辞 顾雅雨带着哭腔和愤怒 秦楚风那混蛋劈腿了 顾同想起来了 顾雅两年前交了个男友 就叫秦楚风 他看过那男人的照片 长得很帅 秦家又是帝都豪门 跟顾雅门当户对 肖雅经常在他面前 秀恩爱来着 怎么会 你会不会弄错了 他不是很爱你的吗 第十七章 这怎么能是冷冤的车 肖雅哭诉着 我也以为他很爱我 谁知道他会做出 这种猪狗不如的事 你一定要帮我出口气 我刚得到消息 那混蛋带着狐狸精 去威尔逊开房了 顾同义愤填膺 太过分了 你在哪 我们这就去把那对狗男女 抓出来 我早上来护城了 这会儿还在机场 正要赶回去 肖雅想了想 那混蛋的车 就停在酒店的地下车库 你去帮我把他的车给弄毁 把车胎扎破 尾气管堵死 让他开不了车 看他还怎么带狐狸 经去兜风 啊 这会不会太过了点 顾同有点难为情 这样不太好吧 肖雅怒道 顾同 你忘了我之前是怎么帮你的了 让你帮我一点小忙 你都不愿意 我不是不愿意 这是 顾同也替肖雅抱不平 肖雅确实帮了他很多 在他最无助的时候 都是肖雅在陪着他 可要去弄坏别人的车 他不是没这胆 主要是怕赔不起 你放心 所有的后果都由我来承担 绝不会连累到你 我现在没在哪 我要是在哪 我还得在那混蛋的车上 喷上几个大字 你也不用喷字了 把车漆刮几块就可以了 怕他不愿意去 肖雅听了听又说道 你知道他出轨的对象是谁吗 姚梦说 就顾雅慧那死党 什么 顾同的所有顾虑都没了 那女人仗着顾雅慧撑腰 从小到大没少欺负他 昨天还跟顾雅慧来刁难过他 差点害他丢了工作 好 我去 是什么车子 在厨房找了团揉好的面团 一把尖刀 匆匆走向电梯 肖雅正在过安检 手机夹在耳朵上 兵力幕上 车牌号是 顾同进了电梯 电梯里信号不太好 他好像没太听清楚车牌号 只记得后面是六还是什么 地下车库有些压抑 顾同绕了一圈 也只看到一台兵力幕上 还是新车 估计是刚提回来不久 忙了一天很疲惫 顾同撇了眼车牌号 刚好尾号是六 也就没管那么多了 手起刀落 四个轮胎全被他给扎破 又拿出准备好的面团 全赛进尾气管 一想起秦楚风劈腿的对象是姚孟叔 顾同还不解气 拿出尖刀在引擎盖上 用力刮了好几块 干净利落 这通操作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爽 顾同拍了拍手 收好刀子 拿出手机 想拍张照发给肖宇 让他看看自己的杰作 突然车子响起 灯光闪了下 这是车主人来了 刚刚按响遥控车钥匙 顾同一个机灵 全身紧绷 不是说带了姚孟叔来开房 这么快就做完事了 他告诉自己 不用害怕 是秦楚风劈腿在先 这是他应得的教训 已经想好要怎么应对 慢慢转过身 正要骂几句 突然发现有些不对 这男人不是秦楚风 顾同直冒冷汗 整个人都镇住了 这男人他昨晚见过 他叫冷渊 没错 他是冷渊 华晨集团的二把手 他惹谁不好 怎么惹上他了 可这不是秦楚风的车吗 怎么变成冷渊的了 第十八章 顾同觉得天要塌了 冷 冷特助 顾同从没有过得尴尬 站在车头 想遮住引擎盖上 刚被他滑铺的车漆 挤出几缕笑 真巧啊 你也在这 这 这是你的车吗 冷渊扫了眼 那台刚被破坏的车子 毛色冷了下来 你在做什么 顾同暗暗叫苦 这下好了 被萧宇给害惨了 他甚至看到了 冷渊眼底透出来的 那一丝丝杀气 那个 冷特助 真不知道这是你的车 冷渊眉心紧促 绕着车转了一圈 不但车漆被刮了 轮胎也被扎了 四个轮胎一个都没放过 尾气管还被面团 给堵得死死的 为什么弄坏我的车 顾同摸着脑袋 浑身都在冒冷汗 我说了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车 我以为是秦楚风的 我弄错了 一句弄错 就可以没事了 冷渊语气不重 却是不怒自威 自带一股寒气 顾同不是一个 会逃避责任的人 定了定神 你放心 是我弄坏的 我赔就是 小雨也说过 所有的责任由她承担 小雨是赌王的千金 不会赔不起 明天我就让修理厂的人 过来拖走 给你修好 冷渊差点气笑 他以为是一台普通的车吗 花个几千块就能修好 这可是顶配的限量款 光修复那点车漆 就得上百万 还有轮胎 都是用的最好的 好 明天你必须给我修好 否则 顾同冷静下来 冷渊好像也没想象中那么可怕 你放心 我不是还在威尔逊上班吗 要是修不好 你扣我工资就是 你一个月能有多少工资 冷渊都不好跟他说 这车的修理费 需要多少钱 怕吓到他 秦楚风是谁 顾同心中骂了几句 都是那混蛋惹出来的 那混蛋 他是我闺蜜的男朋友 劈腿了 我以为这是他的车 原来如此 一个礼拜内 必须把我的车修好 冷渊撂下一句狠话 转身走回电梯 车子被弄坏了 他得打车回去 这台宾利木 上是他不久前刚提回来的 叶思成说 让他先开着试试车 体验一下车感 没想到这才刚开没几天 就被顾同给破坏了 顾同身子一软 跌坐在地上 这下完了 他知道 这车值多少钱 报复一时爽 后果火葬场 冷渊给叶思成打了个电话 跟他汇报情况 叶思成也差点被气笑 这丫头竟惹出这么大的事 你打算怎么处理 冷渊笑出声 车子是你的 该问你 叶思成站在出租屋阳台 看着远处的夜色 事情是他惹出来的 看他怎么处理吧 挂了电话后 叶思成拨通了顾同的号码 顾同还坐在那台兵力旁边 有气无力的滑开街听见 有事吗 叶思成关切的说 下班了吧 在哪呢 还在酒店 顾同慢慢从地上爬起 扶住一旁的车子 否则 他怕自己站不稳 一会就回去 你没事吧 怎么有气无力的 顾同有点想哭 但没哭出来 萧宇这会儿正在飞机上 他联系不上 还没找到处理的方法 有点事 我这就回去 第十九章 我哪知道 那是冷冤的车 顾同搭拉着脑袋 站在客厅 叶思成俯身盯着他的眼睛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顾同欲哭无泪 算了 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我知道了 至少可以给你分析一下 顾同盯着他 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一声叹息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分析 是钱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叶思成明知顾问 顾同走到沙发上坐着 再次拨打萧宇的号码 依然是关机 萧宇还在飞机上 还没发接他的电话 跟你说了你 也帮不上 也许我能帮上呢 叶思成坐到他身旁 看着他一脸焦虑又无错的神态 他竟生出几分心疼 顾同把事情讲了一遍 现在知道有多严重了吧 我要是赔不起这台车 以后还怎么养你 叶思成云淡风轻的说 没事 也许冷冤不会要你赔呢 顾同从来就不是一个 会逃避责任的人 你别做梦了 他说得很清楚 必须一个礼拜内 把他的车修后 再说了 我无缘无故弄坏了人家的车 我就必须帮他修后 冷冤对我有恩 我不能忘恩负义 那车应该很贵吧 我听说那些豪车光喷点漆 就得上百万 叶思成真不是在吓唬他 顾同知道要赔不少钱 看萧宇怎么说吧 他有钱 叶思成安慰的 好吧 那你也别想那么多了 早点休息 顾同拖着疲惫的身子回了房间 实在是太累 慢慢睡了过去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 便是拨打萧宇的电话 一边刷牙 一边把昨晚的情况告诉萧宇 萧宇昨晚回到家 已经凌晨两点多 这会儿还睡得迷迷糊糊的 好一会才醒悟过来 你说什么 你弄坏了冷冤的车 不是 你干嘛弄坏他的车 顾同洗了把脸 我哪知道 那车是他的 我是按照你说的兵力幕上去找的 整个地下车库 就一台兵力幕上 我哪知道那是冷冤的 萧宇没法睡了 赶紧爬起 匆匆赶去了威尔逊酒店 跟顾同一起盯着那台 被破坏的车子 这车比秦楚风那台好多了 这是限量款 我敢说 还是私人定制的 秦楚风哪买得起这么好的 顾同不是来欣赏豪车的 现在怎么办 冷冤献我一个礼拜内修好 你说过的 所有后果有你负责 萧宇面露难色 我也是昨天才发现 我的信用卡被我爸给限额了 他说 我消费太多 每个月只给我十万块零用钱 要修这车 起码得一百多万 就算冷冤愿意报保险 让保险公司赔一点 可大部分还是得我们赔 顾同一脸错愕 你的意思是 你赔不起 那你还夸下海口 萧宇说道 我是让你去破坏秦楚风的车 那混蛋的车弄坏就弄坏了 他自己做错事在先 他哪敢要我赔 我哪知道你阴差阳错的 把冷冤的车给弄坏了 我一下子哪能拿出这么多钱来 那你说怎么办 我就是不吃不喝 按照我现在的收入 我也得十年才赔得起 萧宇小声嘀咕了句 你在酒店上班 吃喝不都是酒店全包的吗 顾同没想到 会被萧宇给坑了 你的意思是 这是我的事了 跟你无关了 萧宇也不是这意思 只是没报复到秦楚风 反而惹上了这么大的事 他也很懊恼 一时间有些没缓过来 钱的事我会想办法 先给修理厂打电话 让他们来拖车 萧宇 顾同 你们怎么在这儿 两人同时回头 姚梦书正踩着高跟戏潮他们走来 一看就是那种 刚被爱情滋润过的样子 满面春风 眼底闪着光 盯着那台车 发出一阵惊呼 这是谁的车呀 这可是豪华版的兵力 怎么被弄成这样了 不会是你们做的吧 身后跟着秦楚风 秦楚风低下头 特意放慢脚步 跟姚梦书拉开距离 往另外一边走 第二十章 萧宇沉浸在失恋的悲伤中 姚梦书 萧宇气不打一出来 哪还有心思去管那台车 秦楚风 真巧啊 在这儿也能碰到 怎么 做了亏心事 不敢见我了 秦楚风面露尴尬 随后故作惊讶的说 萧宇 你不是去护城了吗 怎么在这儿呢 还说要在护城多待几天 这么快就回来了 萧宇抬手啪的一声 打在秦楚风脸上 又啪的一声 给了姚梦梳耳光 我要是不回来 又怎么能看到 你们这对知阳妇应妇 秦楚风 我真没想到啊 你居然跟着狐狸精搞在了一起 姚梦雪摸着发烫的脸 萧宇 秦楚风早就跟我在一起了 她没跟你说吗 她说 你一点情趣都没有 就跟着木头一般 要不是可怜你 早就跟你分了 这巴掌我受着 以后你要是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别怪我不客气 萧宇怒视着秦楚风 你这混蛋 她说的是真的 秦楚风低着头 不太敢看她 姚梦舒扯着秦楚风的衣袖 你说啊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你告诉她 你有多讨厌她 你要是不敢说 我以后都不理你了 秦楚风定了定神 没错 萧宇 我是喜欢姚梦舒 她比你懂事多了 我和你在一起两年了 你连手都不让我牵 还老是命令我 做这做那的 只要一点点是 没满足你 你就对我大吼大叫 跟个母爷插似的 谁能受得了你 正好你今天碰到了 那我就直接告诉你好了 我们分手吧 好聚好散 你说什么 萧宇一脸错 你不是说很爱我 会陪我到老的吗 秦楚风一直很听她的话 对她可以说摆一摆顺 萧宇也仗着她的宠爱 对秦楚风喝来喝去的 她觉得 这才是男女之间相处的方式 她要是真爱她 就应该包容她的任性 这狐狸精哪点比我好 你看上她什么了 话一说开 秦楚风也就不遮遮掩掩了 姚梦书可能家是比不上你 可她能让我觉得 自己是个男人 萧宇没忍住 眼泪滑落 跟我在一起 你就不是个男人了 秦楚风一声冷 哼 跟你在一起 我根本就不是人 还男人 我只能做你的奴隶 做你身边的一条狗 萧宇一直都是这么对秦楚风的 秦楚风也一直都很听话 从来没表示过 有什么不好 没想到她会变心 更没想到 她会走得如此绝情 秦楚风我真是瞎了眼才会看上你 好你跟这狐狸精过去吧 不过你给我听好了 不是你甩了我 是我甩了你 无所谓 你可以告诉所有人 是你甩了我 只要以后别再缠着 我就可以了 秦楚风转身便走 姚梦书得意地看着萧宇 又看了眼那台车 嘴角浮上一抹阴狠地笑 追上秦楚风 两人勾肩搭背地走向停车场C区 几分钟后 开了台红色的保时节出来 这是他刚送给姚梦书的 萧宇盯着那台车子 眼底闪着仇恨的光 总有一天 我会让这对狗男女付出代价 手握成全 狠狠砸在身旁那台 兵力幕上的引擎盖上 发出一声巨响 顾通吓了一跳 他们确实太过分了 你放心 要做什么我和你一起去 奇怪 姚梦书跟秦楚风 明明开的是保时节 为什么萧宇收到的消息 会是兵力 那消息是谁透露给他的 而昨晚整个停车场 也就一台兵力 好 够朋友 萧宇擦了把泪 只有失去的时候 才想起自己没珍惜 你不懂 他其实对我挺好的 真的 他什么都顺着我 我要什么就给我什么 我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我以为 我找到了真爱 我以为 他会一辈子对我这么好 没想到他爱上了 姚梦书那狐狸精 第21章 这种考验 谁经受得起 顾通轻轻抱着他 除了安慰 他也不知道 还能做什么 没关系 世界上好男人多的是 秦楚风这种渣男 也只配得上 姚梦书那样的狐狸精 他们正好是一对 你应该高兴才是 萧宇高兴不起来 这回 他是真的被伤到了 伤得很深 我那样对他 其实一直都是在考验他 我真的打算 以后要好好对他的 顾通心想 你这考验也太残酷 时间太长了点 这不叫考验 这叫做 你说的对 是他经不起考验 他都跟姚梦书 做出那种事了 你就当他不存在吧 好在你也没什么损失 不是说 连手都没牵过吗 萧宇没办法 当他不存在 他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 他怎么能骗我 顾通 是不是我太做了 我想改 还来得及吗 别傻了 他已经跟姚梦书在一起 就算他回头 你也不能要他了 萧宇一个劲地哭 哭得伤心欲绝 好在停车场很宽敞 人也不多 不然得多尴尬 对于顾通来说 这会儿更重要的是 怎么把冷晕的车修好 可萧宇这状态 要死要活的 怎么劝都劝不住 顾通快到上班时间了 萧宇 你先别难过了 我们还是给修理厂打个电话 让人来把车拖走吧 你叫就是 我哪还有心思去管这事 萧宇哭哭啼啼的 满脑子都是秦楚风 顾通很无奈 跟朱全说了声 要迟点到 找到宾利4S店的号码 拨打了过去 让人过来 拖着 先送到4S店的修理厂去 其他的以后再说 等着人过来把车拖走 顾通才扶着 伤心欲绝的萧宇上了酒店大堂 让萧宇先在咖啡厅坐着 他匆匆赶去了厨房 加上补胎 修理伪器馆 所有的费用 加在一起的100多万 让他把钱准备好 尽管心里有底了 听到这报价 顾通依然一阵头晕目眩 他才刚上班 把他卖了 都不知道值不值这么多钱 朱全特意问了句 你没事吧 心不在焉的 可别真把菜给放闲了 顾通赶紧缓过神来 认真炒菜 要是连这份工作也丢了 他可真没法活了 一直忙到两点 顾通才喘了口气 跟厨房的大厨 工人们坐在一起吃午饭 他没一点胃口 一想起那台车 胸口就堵得特难受 叶思辰打了个电话过来 顾通拿起手机去了洗手间 还能怎么样 修理厂的把车拖走了 给我报了个假 哎 萧宇现在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车子是我弄坏的 我自己来想办法吧 叶思辰说道 你别太着急了 我也去找找工作 钱的事应该好解决 顾通叹了口气 这是我会处理 你就别担心了 叶思辰 要是怕被我拖累 你也可以离开 说真的 我都不知道冷云会怎么处置我 免得连累到你 哎 说好了要养你的 现在去弄成这样 叶思辰心中一热 这丫头倒是挺仗义 我不会走的 我等会就去找找我的朋友 看有没什么事可以做 你放心 有我呢 别太担心 顾通一声苦笑 你又能帮到我什么 姚梦输约了顾雅辉去逛商场 这回够他们瘦的了 比我想象中更刺激 哈哈 那晚顾通 让你在冷云面前颜面尽失 这回 他惹出这么大的事 看冷云会怎么处置他 第二十二章 不过是人家设的局 顾雅辉很满意 亏你想得出来 你怎么知道 萧宇会让顾通去弄坏秦楚风的车子 姚梦输拿着杯奶茶吸了一口 秦楚风不是有台兵力幕上吗 成天荡宝贝一般 他跟我提过 说萧宇警告过他 要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萧宇的事 萧宇就弄坏 他拿台兵力幕上 气死他 所以他昨晚不敢开那台车 到威尔逊酒店停车场的时候 我正好看到了冷云的那台车 就故意放出风声 让人透露给萧宇 我跟秦楚风去开房了 秦楚风就开着那台兵力去的 你是不知道 萧宇对秦楚风看得很紧 估计早就怀疑他有外遇了 正好他昨天出差 我想 他肯定会有动作 没想到 他真的让顾通去破坏秦楚风的车 顾通稀里糊涂的 还以为那台车是秦楚风的 笑死我了 顾雅会心情格外的好 被你赌对了 顾通跟萧宇都是没点脑子的 既然真中了你的技 也算是运气好吧 想要什么就来什么 这回就算是把那台车修好 冷云对顾通也肯定没什么好感了 姚梦书开心的笑 那可不 冷云是什么人 谁敢得罪他 我敢说 顾通这回的脱层皮 你做得不错 以后要买什么算我的 我请你 顾雅会挽着他的胳膊 两人继续逛 秦楚风跟萧宇针断了 姚梦书笑道 那当然 他当着我的面 跟萧宇做了个了断 还警告萧宇 不许再缠着他 顾雅会一声冷哼 那就好 萧宇跟顾通一样的可恶 不过 恭喜你啊 终于把秦楚风抢了过来 姚梦书喝着奶茶 为了把秦楚风抢过来 他可没少费心思 我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你呢 什么时候 能把冷云追到手 顾雅会脸红了 他喜欢冷云 连姚梦书都看出来了 冷云不好追 你也看到了 那晚他竟帮着顾同来羞辱我 姚梦书笑道 你可是帝都第一名媛 你能喜欢 他那是他的福分 他不就一个特助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 我听说他在华晨有股份 是啊 他不但有股份 而且 还是华晨的二把手 不知道多少人想跟他合作 顾雅会感觉要追冷云难度很大 但难度越大他越有兴趣 不管怎么样 已经摆脱了叶思辰那穷鬼 他可以去追逐自己喜欢的人了 萧宇在咖啡厅坐着发呆 一直坐到傍晚才缓过来 想起了被顾同弄坏的那台车 一百多万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大事 问题是 这些年他花钱如流水 信用卡又被肖默深限额了 这段时间正想好好表现 这个时候 他是不敢去找家里人要钱的 肖默深有三个老婆 他是三姨胎的女儿 家里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一大堆 有谁会在乎他 到后厨找顾同商量了下 他会想办法去弄钱 但顾同也要想想办法 不能全职着他 顾同毫无办法 可想 他不可能去找顾宇峰要钱 要是知道他 才工作几天就闹出这么大的事 顾宇峰更会看不起他 我再找份兼职吧 什么工作最赚钱 肖宇想了想 在我们夜总会推销养酒 就很赚钱 还能拿到不少小费 而且工作时间也是在晚上 你可以下了班再过去 这样吧 晚上我和你一起去 第23章 为了陪修理费敬业总会卖酒 顾同暂时想不出其他办法 好吧 那先去卖酒好了 他也听说过 养酒的利润特别高 有时候客人的小费 都抵得上他一天的工资 顾同赶在9点前下班 跟肖宇去了黄都夜总会 黄都夜总会 隶属于尊龙国际 是肖家的 有肖宇在 夜总会经理给顾同安排的 都是夜总会最高端的客户 肖宇陪着顾同进了两个包厢后 卖出去两瓶养酒 还拿了200块钱小费 顾同信心满满 想不到这么真这么容易赚钱 那是 肖宇略显神秘的说 我们去下一间 我听说 这个包厢今晚来的贵客 搞不好就是冷冤他们 啊冷冤 顾同有些想退缩了 我还是威尔逊酒店的员工 怎么能跑这来卖酒 要是被他看到 可就尴尬了 怕什么 正好让他看看 他把你逼成什么样了 为了给他修车 你这么晚了下班还得来卖酒 也许他看你这么可怜 就不让你出维修费了呢 冷冤是什么人 他最不缺的就是钱 一百多万对他来说 连根毛都不是 顾同明白了 原来肖宇在打这主意 是希望冷冤不追究了 怎么可能 他不开除我就不错了 该赔的钱 我一分都不会收 看满你能的 走吧 先进去再说 小语轻轻敲了几声 把门推开 让顾同推着杨酒进去 他自己却说 有个电话进来 跑一边接电话去了 其实 是因为知道 冷冤在包厢 他不敢进去 顾同也不太敢去 门已经被推开 见在弦上 他不得不硬着头皮 把杨酒推了进去 包厢中除了冷冤 还有两名男子和两个女人 男人西装革履 女的穿着得体的长裙 正聊着什么 见他们两个进来 包厢中突然静了下来 冷冤一脸错愕 看了眼坐在他身旁的男人 男人谋色一沉 为了凑过修理费 居然跑来卖酒了 顾同有点紧张 他还是头一回 跑夜总会来推销养酒 在对上冷冤的眼神时 心猛的一颤 脸红的能滴出血来 他真不是像肖宇说的那样 为了来博可怜的 真的是想尽快赚到钱 把修理费付了 让他更诧异的是 冷冤旁边 竟然坐着叶思辰 此时的叶思辰 跟冷冤一样 穿着西服 而他旁边坐着那名 身穿长裙的贵妇 两人还靠得比较近 顾同愣住 叶思辰怎么会在这儿 他居然跟冷冤在一起 又看了眼他身旁的女人 这女人看起来 怎么也得四十多了 难道说 叶思辰被那女人给包养了 天哪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做另外 一边的男子 目光落在顾同脸上 不得不说 这女孩长得非常漂亮 很养眼 故意问了句 小姐你都有些什么酒 顾同反应过来 紧张地介绍着 他带来的洋酒 都是好几万一瓶的 也就这些人才能避眼入 不需要考虑钱的事 冷冤察觉到 那人眼神不对 指了指最贵的那瓶 把这瓶打开 顾同看了眼夜思辰 因为紧张 他半天都没把酒瓶带打开 越打不开越紧张 两只手就跟不听使唤了般 稍微一用力 酒瓶掉落到地上 砰的一声 这倒是开了 瓶子也碎成了两半 第二十四章 敢欺负他 得掂量一下 顾同正住 吓出一身冷汗 对不起 我 我一时没拿稳 蹲下身去把酒瓶捡起 又被瓶子割破了手 血流了出来 顾同一脸难堪 事情越弄越糟 这下好了 在冷冤面前颜面尽失 偏偏还让叶思辰给看了笑话 冷冤正要开口 旁边那男子站起身 一把拽着顾同的手腕 你怎么搞的 一瓶酒都拿不稳 还想在这卖酒 顾同谋色一沉 卯足力想把自己的手 从这只大猪蹄中抽出来 你干什么 蓝子盯着他的脸 目光慢慢往下 看向他衣领 你可知道 这酒有多贵 要不这样 你今晚好好陪我 这瓶酒就当我买了 我还能给你一笔小费 叶思辰脸色完全变了 慢慢站起身 顾同本就心烦意乱的 听出了这男人口中的意思 他从小被人欺负到大 现在已经长大 他不想再被人欺负 怒到 放开 哟 还挺横 哈哈哈哈 我喜欢 蓝子更加放肆 静抬手去摸顾同的脸 随即回头看了眼冷渊 见冷渊眼底 透着圣人的寒气 他突然没了底气 下一秒 手腕被顾同给用力拽着 只听这男子一声嚎叫 右手骨头脱臼 所有人都震住了 叶思辰松了口气 握紧的拳头渐渐松开 想不到他还有这手 看了眼冷渊 冷渊也是一脸诧异 不过 顾同自己能解决 也省得他动手 男子拖着自己的胳膊 恼羞承诺 竟让他在冷渊和两位朋友面前 丢这么大的人 要知道 为了能跟冷渊见上一面 他可是脱了不少关系的 臭婊子 给你脸不要脸 今天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 我以后还怎么在商场上混 顾同反正豁出去了 反而没那么紧张了 这里所有人都看到了 是你先对我无理的 你要是想报复我 尽管来 不过 你这条胳膊 要是不扭回去 可就废了 你说什么 男子痛得直冒汗 冷渊冷声道 他说的没错 你要是还想要这条胳膊 就跟这位小姐道个歉 求他替你接回去 男子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好歹 也是帝都有名的制造业大老板 今晚跟冷渊约 在这儿是想谈一笔生意的 冷特助 这女人扭断了我的手 她这事不给你面子 顾同觉得好笑 你有病吗 我扭断你的手 跟冷特助有什么关系 他又没得罪我 冷渊憋住没笑出来 这位小姐说的对 扭断你的手而已 还用不上我的面子 意思是 她的一只手 还配不上冷渊那点面子 男子不怕顾同 但他不敢得罪冷渊 毕恭毕敬地跟顾同鞠了一躬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不该对你凶 顾同是来卖酒的 他也不想惹事 看在冷特助的面子上 我饶了你这回 下次再敢动手动脚的 有你好看 走过他 再次拉起他的手 男子吓了一跳 你要干什么 顾同没理会 端起他的胳膊 用力一扭 咔嚓一声 骨头腹胃 男子又是一声嚎叫 却瞬间感觉舒服多了 扭回去了 好了 好了 顾同朝着冷渊鞠了一躬 对不起 是我不小心打翻了酒瓶 我这就清理干净 冷渊说道 一会让服务员来清理就是 这瓶酒 看了眼那名男子 男子心领神会 这瓶酒算我的 我来买单 再留下一瓶 寄两瓶的账 顾同感觉 这一定是冷渊在帮他 虽然弄坏了他的车 但他还是对他很好的 谢谢你 冷特助 转身走的时候 特意看了眼叶思辰 眼神怪怪的 带着些许蔑视 第25章 怀疑叶思辰被人包养了 叶思辰追了出去 一把拽着他手腕 你怎么会跑这来卖酒 你的手没事吧 拉起他被割破的手指 血已经止住了 没事 一点小事而已 别大惊小怪的 顾同抽回自己的手 面露轻面 我来卖酒怎么了 我堂堂正正赚钱 有什么问题吗 还没什么问题吗 刚刚在包厢遇到的那种人 在这种地方多了去了 那又怎么样 我会怕那种人吗 他好像真没怕 叶思辰表示很无奈 你可知道 那人是谁 我管他是谁 敢惹我 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要不是冷冤替他说话 我一定不会帮他把收苦接回去 要不是有冷冤在 成久能放过顾同吗 顾同停下脚步 盯着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叶思辰 我再怎么样 也是光明正大的赚钱 你呢 你又在这做什么 不会是被你旁边的老女人给包养了吧 越想越不对劲 那老女人都把你带出来应酬了 天哪 叶思辰 你不能再和我回出租屋了 你以后跟着那老女人好了 他条件好 一定会让你吃好的穿好的 比跟着我强多了 叶思辰想起来了 他在顾同心目中 不过是个穷小子 你想哪去了 那两女人是跟 他们是来找冷冤谈项目的 我不是看你弄坏了冷冤的车吗 所以托朋友找了份工作 正好冷冤的司机出差了 我替他两天 一天有好几百呢 你再给冷冤做司机 顾同一脸疑惑 这妖巧 他的车不是被我弄坏了吗 还需要司机 叶思辰摸着脑袋 继续找借口 他又不止一台车 真的就这妖巧 你没被那老女人包养 叶思辰拍着胸脯保证 不信你 可以问问冷冤 我真的是他的司机 可能因为我长得好酒量也好 所以他没让我在车上等 让我和他一起来应酬 必要的时候 还能替他喝几杯 什么 因为你长得好 冷冤不会是兴趣向 有什么怪癖吧 叶思辰感觉自己解释不清了 你这脑袋 能不能想点正常的事 冷冤是什么人 会做那种事吗 等会我再听你说说话 说不定他就不要你修理废了呢 别 你才刚到人家这干活 可别走后门 我会看着办的 该怎么赔就怎么赔 顾同围着他转了一圈 你这衣服不错呀 你买的 叶思辰一脸认真 这衣服是冷冤给我的 就临时穿几天 这是华晨的工作服 跟着冷冤出来 不能穿得太寒碜 华晨的工作服这么好 顾同来了进 那你跟在冷冤身边好好表现 也许他以后 就用你当他的司机了呢 要真有这么一份好工作 那多好 你出来有一会了 赶紧回去吧 别让人说你偷懒 好吧 你早点回去 还有 小心点 我知道了 你好好干 说不定能长期跟在他身边呢 顾同像是看到希望了 别喝太多 好 叶思辰转身走回包厢 包厢里的人只知道冷冤 以为叶思辰是冷冤带来的朋友 还不知道叶思辰的真实身份 成九很少呢 那女孩是你什么人 叶思辰谋色犯了 你还不配问 你 成九想发火 这男人是冷冤带来的 气势上比冷冤更足 恐怕不是他能惹得起的 嘴里嘀咕了句 那臭丫头可真厉害 居然敢扭断我的手 叶思辰声音冷到极致 所以 你最好别惹他 否则 你会死得很难看 成九正了下 好 算我倒霉 冷冤语气不太好 时间不早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 你们先回去 成九怕得罪冷冤 冷特住 今晚那是真的不能怪我 那瓶酒 叶思辰看到那瓶酒 便想起了成九去摸骨铜的脸 一把揪住成九的衣领 拿起那瓶酒 往他口中灌 成九被淋了一身的酒水 看向其他人 冷冤冷眼看着 没有一个人敢替他说话 第26章 叶思辰把赚来的钱交给他 叶思辰把那瓶洋酒灌完 成九跟那两个女人赶紧走了 叶思辰坐回沙发上 这种人也跟他应酬 冷冤点燃一根烟 成九是帝都的制造业大王 他公司的产品 还是有很高信誉度的 只是没想到 人品会这么差 故同没事吧 他知道你的身份了 还不知道 我说 你的司机出差了 我给你开几天车 叶思辰回想起刚刚那一幕 有些好奇 他居然能扭断别人的手 还能接回去 冷冤也好奇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叶少 你要小心了 叶思辰嘴角服上一抹笑 他还不至于这么对我 他是为了赔你的修理费 才来卖酒的 一百多万 得卖到什么时候去 冷冤心想 赔不赔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 那我明天跟他说 不用他赔了 叶思辰觉得这样太突兀 先不急吧 看他要怎么处理 他不是还有个闺蜜吗 萧宇 那可是萧陌生的女儿 这件事 他还是替萧宇去做的 只是阴差阳弄错了车子 好吧 冷冤看了眼时间 要回去了吗 叶思辰想起顾同 再等会 还好 顾同没看出 他身上穿的这身西服有多贵 这可是私人定制的 顾同推着车 在走廊上的一张沙发 坐了下来 他需要休息会儿 刚刚在包厢 虽然教训了那男人 还卖出去两瓶养酒 有不少利润 可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成九和那两名贵妇 从包厢出来 从他跟前路过 目光落在他脸上 眼神很复杂 眼底带着杀气 想报复又不敢 但死死地盯着他 似乎是为了记住他的长相 两女人也盯着他扫了眼 没说什么 见到这两个女人 跟着猪头在一起 顾同相信了 叶思辰没被那女人包 呀 只是 这男人怎么一身都湿了 还很大的酒味 萧宇跑了回来 看了眼推车上的酒 卖出去好几瓶了 真不错呀 冷约也买了吧 顾同无力地说 买了 差点被人给侵犯了 萧宇义愤填膺 什么 我们黄都竟有这样的客人 下次不准他来了 顾同盯着他的脸 你跑哪去了 丢下我一个人 在这卖酒 萧宇说道 我刚刚去找我五哥了 希望他能借点钱给我 他说 我爸在考验我 暂时不能借 我们家就五哥对我最好 他都靠不上 我还能指望谁 我妈想来怕我爸 更不会借给我 慢慢熬吧 还能怎么样 时间不早了 我得回去了 顾同叹了口气 站起身 把没卖完的酒 送回酒柜清点树木 顾情送他回了锦绣新村 返回时 看到一台私人定制的麦巴赫 正往这边开来 奇怪 开这种豪车的人 也会到这儿来 顾情特意多看了几眼 车窗关着 他没看到车上的人 叶思成回到出租屋身上 又换回了短袖 牛仔裤 从口袋里掏出五百块钱 交给顾同 我的工资是日节的 冷约的司机节给我的 我取出来了 你拿去还修理费 见他一点虔诚 顾同竟有些感动你了 这钱你拿着吧 不用给我 你每天要生活 自己吃好点 修理费很多 你这点钱 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我会想办法的 叶思成把钱塞到他手中 我不想你去夜 总会卖酒 太危险了 要是再遇到那种人怎么办 而且 你做两份工作太累 第27章 这男人没白养 我说了不用就是不用 就算遇到那种人 也只有他们吃亏的份 你不是已经见识过了吗 顾同又把钱塞回他口袋 你放心 我会看着办的 这几天你有工作 我就不给你钱了 你自己吃点好的 不用担心我 不是还有萧宇吗 他会拿到钱呢 叶思成只好把钱收好 这女孩真是让人心疼 突然很好奇 顾同你那招跟谁学的 就是扭断人手骨那个 要不 教教我 顾同有些得意 方秋贤跟夏子轩和顾雅慧狼狈为奸 强行把我送去南方学炒菜 正好躲开了他们的视线 海阔天高 我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这是跟一位老师复学的 他教了我很多本事 真的 真看不出来 你这么厉害 要不 教教我 顾同拿起他的手用力 一拽 你臂力很大 叶思成 你是不是也练过 叶思成愣了下 连这都能看出来 忙着眼 我哪练过 我不过是喜欢运动 平时没事打打篮球什么的 是吗 看你这臂力 还以为你是高手 顾同开了句玩笑 你要真会功夫 还能给冷冤当个保镖什么的 叶思成不好意思了 我哪会功夫 你教教我 等有空再说吧 这么晚了 我得睡了 你也早点休息 顾同打了的哈欠 回房间睡觉 累了一天 顾同睡到早上九点才起来 匆匆换好衣服 拉开房门 闻到了一股清香 厨房里乒乒乓乓的一阵响动 顾同忙跑了过去 叶思成身上系着围裙 正拿着面条下锅 回头看着他 起来了 快去洗漱吧 一会就可以吃了 你在做早餐 顾同擦了擦眼睛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对啊 知道你闹钟调了九点 我是算好时间起来 做早餐的 顾同扫了眼砂锅 还煲了汤 叶思成揭开锅盖 闻了下 嗯 排骨汤 我早上去买的新鲜的排骨 好香 顾同凑过去看了眼 真挺香的 你还会做早餐 我会做的不少 快去洗漱吧 顾同洗漱好 两碗热气腾腾的面条 已经端到餐桌上 碗里除了排骨 还有鸡蛋 很丰盛 叶思成得意的看着他 快吃吧 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顾同看着就来了食欲 这男人没白养 还知道给他做早餐 嗯 好吃 叶思成 你可真厉害 好吃就好 砂锅里还有汤 一会你再喝点汤 叶思成很有成就感 不断把自己碗里的排骨 加给他 顾同想起来了 你不是 再给冷渊做司机吗 还不去上班 不怕迟到啊 冷渊已经开车来接他 这会儿正在附近等着 叶思成找了个借口 冷渊说 昨晚应酬的太晚 让我可以迟点去上班 十点半前能到公司就可以了 顾同边吃边说 不影响工作就好 你可是刚给他做司机 一定要表现好点 搞不好他一高兴就雇佣你了 嗯 放心 我会好好表现的 等他吃完 叶思成把碗筷收拾到厨房去洗 顾同拿上手袋 匆匆下楼 楼下停着台麦巴赫 这车顾同认的是顾宇峰的 他来做什么 第二十八掌 她是我的女人 我看谁敢动她 顾宇峰拉开车门走到他跟前 在这住的习惯吗 顾同愣了下 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 找我有失 肯定不会是为了关心 他住的习不习惯来的 顾宇峰盯着这栋老旧的居民楼扫了眼 看似关心 语气却不太好 像是憋了一肚子气 我说过 给你一套新房 你非要跑这来租房子 叶思辰呢 顾同不解 难道是来找叶思辰呢 他在楼上 刚吃完早餐 还在洗碗 顾宇峰冷嘲热讽的 他倒是勤奋 一个大男人不去找工作 倒是待在家 给女人做起饭来了 顾同没那么空跟他唠 你找他有事 顾宇峰这才转到正式 听说你弄坏了冷冤的车 修理费要不少吧 顾同心中一颤 消息够灵通啊 这么快就知道了 是 顾宇峰一脸的恨铁不称钢 我该说 你什么好 你这才刚去上班 怎么就惹出这么大的事来 你可知道 那是冷冤的车 他是听顾雅慧说的 发生这么大的事 顾雅慧昨晚就添油加醋 跟顾宇峰汇报过了 我知道是他的车 我会负责的 顾同轻描淡写的说 看了眼时间 我还赶着去上班 没其他事 我先走了 顾宇峰唉声叹气的拦住他 冷特住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 让我一个礼拜内 把他的车修好 顾宇峰气的在原地打转 一个礼拜内 顾同 你可真的 你就是把你卖了 也赚不来这么多钱 顾同也来了气 我在你眼中 就值一百多万 你值一百多万 顾宇峰从来都是看不起他的 在他眼中 顾同根本不值钱 一点都不值 所以才会把他 当代替品 毫不心疼地送给了叶思辰 顾同怒道 是 在你眼中 我什么都不是 顾总 我还要去上班 请你让一下 顾总 顾宇峰气不打一处来 连你老子都不认了 顾同 别忘了 你的命是我给的 你是我养大的 还好意思说是 他养大的 顾同一声冷哼 你给方秋贤那些抚养费 等我有钱了 我会还给你 不过 大部分钱都被方秋贤给吞了 用在我身上的并不多 你 顾宇峰抬起手要去打他 手抬到空中时 被一只大手给牵住 是叶思辰来了 顾宇峰手腕被捏得生疼 叶思辰 你最好放开 我教训我女儿 还轮不到你来插手 叶思辰用力甩开她的手 眸色泛冷 语气平淡 却让人不寒而栗 她现在是我的女人 我看谁敢动她 顾宇峰被她这股 强烈的气势给震慑住 半晌才缓过来 好啊 敢威胁我了是吧 叶思辰 别忘了 她是我女儿 顾同还赶着去上班 叶思辰 别理她 我们赶地铁去 别迟到了 叶思辰眸色泛冷 走向顾同 等一下 顾宇峰喊了句 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来这儿是 有事找你们商量的 顾同 你好歹是我女儿 你弄坏了冷冤的车 这笔修理费我 来给你出 以后 别再去叶总会卖酒 好好在威尔逊上班 第29章 这种人不会平白无故帮我 连他在叶总会卖酒都知道了 顾宇峰从哪得来的消息 顾同不见 你要帮我出修理费 为什么 顾宇峰语气好了点 你是我女儿 你惹出这么大的事 也是我没教育好你 这次我帮你 别再有下次 一会我就去找冷特助 帮你把事情了结 叶思辰听出来了 冷冤这几天没搭理顾宇峰 顾宇峰是想找机会去接近冷冤 好让冷冤认为他有情有义 有诚信 继续跟他合作 哼 想的倒是挺美 顾宇峰确实是这意思 昨晚听顾雅辉说了这事 他气得不轻 但转念一想 这又何尝不是一个机会 冷冤跟他谈得好好的 突然把他晾在了一边 搞不好跟叶思辰和顾同的事有关 冷冤是聪明人 想必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 认为他不讲诚信 所以要拒绝跟他合作 他正好借顾同的事去找冷冤 再好好谈谈 在外界也能博个好爸爸的名声 偏偏顾同不领情 不必了 我惹出来的事 我自己来解决 不需要你帮忙 顾宇峰还以为他会感激涕零 你说什么 我说不需要你插手 我不想再欠你什么 再说了 这件事 消雨也有份 我们会一起想办法的 你就别操心了 顾同赶时间 没办法跟他多聊 记住 千万别去找冷冤 我不需要 转身跑向地铁站 他从小就有运动天赋 跑得很快 气都不带喘的 一口气跑到地铁站 叶思成也跟了过来 喘着气 你爸说帮你出修理费 你为什么要拒绝 顾同边走边说 他这种人 不会平白无故地帮我 他这么做 肯定是有目的的 我不想被他利用 再说了 我已经长大 也不想再用他的钱 叶思成不得不佩服他了 连这些都想得到 那你觉得 他的目的是什么 顾同摇头 进了地铁 我不知道 也不想去猜 事情是我惹出来的 我会想办法处理 地铁中人挤人 叶思成特意双手 拉住吊环 将他环在中间 免得被人碰到他 顾同不用转地铁 叶思成要去 华晨集团得 转另外一趟地铁 出去后 给冷渊打了个电话 让他直接回公司 他已经坐地铁了 还说了下顾宇峰的事 叶思成刚到办公室 冷渊就来了 顾宇峰来了 说要为顾同支付 那笔修车费 叶思成一声冷笑 他要真想支付 直接去修理厂不就可以了 还非得过来找你 这是需要商量吗 他这叫不见兔子不撒鹰 一百多万 得不到好处 他是不会去付的 冷渊端了杯咖啡 放到叶思成面前 我跟他说了 这件事是顾同惹出来的 只能由顾同来解决 已经警告过他 别插手 叶思成闻着咖啡香 他对顾同是能利用则利用 毫不手软 叶少 你真舍得让顾同 继续去夜总会卖酒 叶思成嘴角服上一抹笑 这丫头本事大着 别再遇到成久那种人 是 冷渊安排着他这一天的行程 中午跟澳洲来的客人用餐 下午有个跨国视频会议 第30章 就你也配来找冷渊 顾同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朱全安排了些菜给顾同做 免得顾同又跟他抢做龙虾炒饭 除非他没空或者客人点名 才会让顾同做龙虾炒饭 晚上下班后 顾同又跟肖宇去了黄都夜 总会继续推销养酒 今晚还好 没有遇到客人为难他 还卖出去十来瓶 都是好几万一瓶的养酒 提成不了 小语笑道 你这兼职比正夜还赚钱 不如别去做菜了 直接来夜 总会上班多好 顾同叹了口气 卖酒是无奈之举 炒菜才是正夜 等还清了修理费 我就不来卖酒了 这种地方不适合我 低声下气的讨好客人 我可坐不来 连着做了一个礼拜 顾同虽然累 但收入不错 下午 修理厂打了电话过来 跟他说车子修好了 让他过去付钱 顾同犯难了 酒店的工资是按月发的 要下个月才能拿到 卖酒倒是赚了几千块 可远远不够 给小语打了个电话 小语说他手中 目前只有十万块 是刚拿到的零花钱 要不这样吧 我们去找冷约 让他先把修理费付了 然后我们分期付款付给他 怎么样 顾同头都大了 人家能答应吗 小语从小锦衣玉食 从没缺过钱 对钱也没什么概念 怕什么 你不是每个月都有工资吗 我每个月也有零花钱 不过 我要留些用 我每个月可以拿出五万来 你能拿出来多少 我不吃不喝 也拿不出两万 那就算你两万 我们一个月就可以还他七万 两年还清 怎么样 这算盘打得够精 顾同卖酒的收入本就不稳定 还得两年还完 不等于把自己给卖了 再说了 钱都用来还债了 他跟叶思成吃什么 还要交房租呢 小语跑来了酒店 你放心 也许不用两年呢 过段时间 我哥要是借给我了 我们就可以早点还清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把车还给人家 他这么说顾同还好受了些 那我们去华晨找他商量一下吧 正好我这会儿有空 走吧 小语的车就停在酒店门口 一台红色的保时捷 顾同提议 要不把你这车卖了 能卖个一百多万吧 小语发动引擎 小姐 我这车两百多万买的 才用了一年 车子贬值太厉害了 卖了多不划算 还是按照我的计划来吧 你是他旗下公司的职员 菜又做得好 他不会为难你的 顾同不是那种 会逃避责任的人 人家不为难我 我更愧疚 知道你善良有担当 小语把车开到华晨集团楼下 顾同抬眼 看着这栋金碧辉煌的办公大楼 尽管周围全是高楼大厦 这栋楼依然给人一种 鹤立鸡群的既视感 太有气派了 顾雅慧站在公司一楼大堂 正跟前台交涉 他要上去找冷冤谈合作的事 前台说他没有预约 不能上去 顾同做了个深呼吸 走向前台 你好 我叫顾同 我想找冷特助谈点事 麻烦你通传一声 顾同 顾雅慧轻蔑地看着他 你来找冷特助 我没听错吧 就你也敢来找冷特助 第31章 跟冷冤签了份分期还款协议 顾同冷眼盯着他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顾雅慧一脸傲娇 冷冤连他都不愿意见 会见顾同 真是好笑 你不会是为了修理费的事吧 你弄坏了冷特助的车 他没把你赶出威尔逊酒店就不错了 你还想见他 萧宇凑了过来 怎么就不能见他了 顾雅慧 你在这站挺久了吧 你这么高贵 冷特助怎么没让你上去 顾雅慧确实来了有一会儿了 但冷冤跟前台说得很清楚 让顾雅慧离开 并表示 他不会再跟横峰合作 顾同再次礼貌地跟前台说了句 你好 麻烦你跟冷特助说一声 我是顾同 我找他有点事 前台小姐有些不耐烦 但还是打了电话上去 顾雅慧一声冷笑 顾同 你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是你能来的吗 顾同懒得理他 不过心里多少有点紧张 前台小姐挂了电话 对顾同的态度转变不少 冷特助说 让你上去 这边请 顾雅慧一脸错愕 冷冤宁愿见顾同 也不愿意见他 他是来谈合作的 而顾同不久前 刚弄坏了冷冤的车 萧宇回头扫了眼顾雅慧 面露得意 眼底还带着些许挑衅 顾雅慧一脸尴尬处在原地 他都办不到的事 顾同居然轻而易举就办到了 叶思辰为了避开顾同 让冷冤到会客室去见他们 顾同和萧宇走进会客室 冷气开得太足 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冷冤拿过遥控器 把温度调高了点 他们都穿着西服 衬衣当然不会觉得冷 顾同开门见山 冷特助 谢谢你愿意见我 我来这是想跟你修理费的事 你也知道 我刚工作 没什么钱 冷冤看向萧宇 萧宇解释了下 我的信用卡被我罢限额了 暂时也找不到人借钱 所以只能来找你谈谈 计划我们都整理好了 顾同把一份还款计划 递给冷冤 我们是这么想的 你先把车提回来 把钱付了 我们再分期连本代理的还给你 争取每个月还你七万 两年内还完 如果萧宇能借到钱的话 还可以提前还 冷冤盯着那份还款计划 写得很详细 把利息都算上了 计划写得不错 不过就凭一份还款清单 就想从我这儿拿走一百多万 会不会太简单了点 抵押物呢 还要抵押物 萧宇急了 冷特助 你这么有钱 还怕我们跑了吗 这什么逻辑 冷冤说道 我这么有钱 那是我有钱 顾同深吸一口气 冷特助 我真没什么可以抵押的 不过 我可以签一份工作合同 我做的菜你吃过 我的厨艺还不错 两年内 我保证不辞职 天哪 为了还钱 竟出卖自己两年的自由 顾同原本只是打算做一段时间的 他从没想过要长期当厨师 冷冤看向萧宇 你呢 萧宇倒是有很多值钱的玩意 但不太舍得 顾同说道 要不用萧宇的车子做抵押 萧宇不乐意了 你说什么呢 我那车 我才刚开了一年 第32章 这回没替谷加背锅 冷冤表示同意 可以就用萧宇的车子做抵押 这是本来就是萧宇惹出来的 不用他的 用谁的 萧宇不乐意也没办法 冷冤都发话了 只能这么做 他要是还不轻 就只能把自己的宝贝车子送给冷冤了 就这么定了 没其他事 你们先回去 冷冤满意的拿着那份还款清单 回了办公室 交给叶思成 叶思成忍郡不惊 亏他想得出来 好了 你先去把车取回来 让他们两个慢慢还吧 萧宇跟顾同走出电梯 回到一楼大堂 一直在抱怨 你真是大方 把我的车子抵押给他 要是拿不出钱来 我那车救 那可是 我最喜欢的车子 顾同也没其他办法 那怎么办 他就看中 你那台车了 萧宇憋着一肚子气 还不是因为你 顾雅辉在大堂还没走 见他们走了过来 他很不适滋味 等到现在 冷冤依然不让他上楼 也不肯跟他说话 已经让前台转告 不会再跟横峰合作 冷冤这是一点面子 都没给他 顾雅辉追上顾同 你当当去做什么了 顾同停住脚步 你不是知道吗 当然是为了那台车子的事 顾雅辉因为尴尬和愤怒 表情有些扭曲 因为你 冷冤都不跟横峰合作了 你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好端端的你 为什么要弄坏他的车 顾同一头雾水 他不跟横峰合作 跟我弄坏他的车 有什么关系 你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们要合作 他倒是想起来了 那天顾雅峰去找过他 说要替他还修车费 原来是怕破坏了他们的合作 顾雅辉非要让他背过 你现在知道了吧 本来横峰跟华晨的合作 都谈得差不多了 就因为 你弄坏了冷冤的车 他突然就跟爸爸 说不跟我们合作了 说爸爸教祖无方 说有妻女必有妻妇 爸爸都答应赔钱给他了 可他还是拒绝了合作 刚刚我在大唐站了那么长时间 他都不愿意见我 顾同 你可真行 顾同没想到 因为他破坏了冷冤的车禁会 连累到顾雅峰 不能跟华晨合作 小语觉得不太可能 顾雅辉 冷冤不跟你们合作 是你们没本事 人家看不上你们横峰 关顾同什么事 顾雅辉非得赖到顾同身上 怎么不关他的事 这件事就是被他给破坏的 顾同就是横峰和顾家的罪人 你说是就是吗 小语拉着顾同 别理他 他这是要找人背黑锅 从小到大 你给他背的黑锅还少吗 顾同有些不安 顾雅辉 我这就回去问问冷冤 如果真是因为我破坏的 我会负责 你能负责得起吗 顾雅辉只是找他背锅而已 你就别去丢人现眼了 这事我必须弄清楚 顾同返回华晨大堂 跟前台说道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 要找冷特助 麻烦你通传一下 顾同刚刚去找过冷冤 前台小姐不敢怠慢 正要打电话时 顾雅辉又来了 顾同 你别再去骚扰冷特助了 免得他对我们顾家更反感 前台小姐看着顾同 电话还打吗 顾同感觉到了 顾雅辉并不希望他去找冷冤 当然要打 顾雅辉 你不说是因为我破坏了合作吗 我得找冷特助说清楚 不然我会良心不安 顾雅辉心跳的有点快 但我必须和你一起去 不然 我怕你信口胡说 让冷特助更反感 正好 他能借此机会去见冷冤一面 第三十三章 顾雅辉再次丢脸 前台小姐打完电话 后跟他们说了声 冷特助说 让你们到会客室去的 顾同 肖宇再次上了顶楼的总裁办公室 隔壁的会客室 顾雅辉跟了进去 冷冤忙完才过来 顾雅辉今天特意打扮过 公主裙 精致的妆容 长发披肩 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与其说是来谈合作 不如说是来引起冷冤注意的 冷特助 合作的是 希望你能再考虑一下 我妹妹不小心破坏了你的车 我替他向你道歉 还有 我爸爸说了 愿意帮他赔偿修理费 希望你能原谅他 冷冤是聪明人 一听就明白顾雅辉的意思 顾小姐多虑了 车子的事 我已经跟顾同达成和解 顾雅辉心跳的有点快 冷特助 我妹妹不懂事 真的抱歉 还站起身 装模作样的拘了一躬 冷冤没心意促 你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取消跟横峰的合作 是我们老板的意思 跟顾同没有半点关系 顾同松了口气 冷特助 不是因为我弄坏你的车子 而不跟横峰合作的 冷冤说到 你们把华晨看成什么了 跟谁合作 那是公司的战略部署 会因为你弄坏我一台车 而改变吗 顾同拍拍胸口 还好跟他无关 我就说嘛 华晨这么大的公司 怎么可能 会因为一台车 而改变合作方案 冷特助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再说了 车子的事 我不是已经处理好了 顾雅辉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顾雅辉一脸难看 冷冤为什么每次都让他难看 还是当着顾同的面 冷特助 你 你太过分了 他想哭 可惜 冷冤并不是一个 懂得怜香惜玉的人 回去告诉顾雲峰 华晨跟横峰的合作取消 不需要再来找我 为什么 顾雅辉可怜兮兮的看着他 眼泪汪汪 冷冤转身走了 很明确的告诉他 合作取消就取消了 不需要理由 肖雨姬讽了句 这下好了吧 自己非要跑上来 自取其辱 顾同 我们走 合作的是跟你无关 是有人赖习惯了 非要赖到你身上来 顾雅辉不依不饶的 怎么就跟他无关了 就是他惹的 顾同 你别想逃避责任 我会告诉爸爸 都是因为你冷冤 才取消了合作 这么牵揍的话 也就你能说得出口吧 要是不死心 回去找你爸来跟顾同 住他 不对 顾同 说了 不许再来找他 估计他早就知道 你是这种是非不分 颠倒黑白的无耻之徒 所以才取消了 跟你们的合作 顾雅辉了一通 拉着顾同走出会客室 顾同笑道 关键时刻 你还是分得轻轻重 那当然 我能让那女人欺负你吗 你以后别那么软 那女人从小欺负你到大 你得强势些 笑语想起来了 你不是说 叶思成在给冷冤当司机吗 要不要见他一面 顾同也好奇 叶思成是冷冤的司机 应该也在公司吧 拿出手机 拨通了他的号码 叶思成看了眼来电显示 华开街听见 想我了 顾同边走 边往旁边的办公室瞅 我来华城了 你不是在给冷冤当司机吗 你在哪 第34章 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叶思成说他朋友的朋友 上次请假还没回来 所以 他给冷冤做了一个礼拜的司机了 我 叶思成环视着自己这间奢华的大办公室 我在外面 送一个公司领导去机场 你在开车啊 顾同不敢再打扰他 那你好好开车 我先挂了 他送公司领导去机场了 没在公司 肖语好奇的到处看 总裁办公室外面 还有一个稍小点的办公室 是冷冤专用的 装饰的同样很奢华 格调很高 肖语看到了冷冤 但看不到里头的叶思成 司机一般比较少待在公司的 他不是冷冤的御用司机啊 顾同也不知道 可能是冷冤不需要用司机的时候 他就给其他领导开开车吧 肖语说道 叶思成每天都有机会跟在冷冤身边 他应该帮你说过话吧 我也不知道 我让他别去说 免得人家说他迅思 好在事情都处理好了 接下来 好好赚钱吧 顾同深吸一口气 走向电梯门口 肖语拉住他 那是总裁专用的电梯 我们走这边 顾雅会有种极强的挫败感 他曾经对冷冤有过很多的幻想 他甚至认为 冷冤会跟顾家合作 是因为对他有好感 他们曾在一次酒会上见过 他跟几个女孩 一起去跟冷冤打招呼 冷冤只和他说了话 所以 当时叶思成突然出现在顾家时 顾雅会的厌恶全写在了脸上 偏偏冷冤还说 什么要守成性 要他嫁给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混混 他以为他跟叶思成解除婚约了 冷冤会对他好点 没想到 人家根本没把他当回事 顾雅会心情沉重 来到电梯门口 特别的失望 冷冤当面拒绝了跟横峰的合作 而且不需要理由 又让顾同看了笑话 顾雅会想挽回点面子 直接走向总裁专用的电梯 刚要按下下行键 依保安过来礼貌地说 对不起小姐 这是我们总裁专用的 请你乘坐其他几部电梯 顾雅会可是帝都第一名员 一天之内竟被人几次拒绝 总裁 华晨的总裁回来了 保安笑了笑 没解释 但很明确地阻拦 他不许靠近那部电梯 旁边的电梯门开了 顾同跟肖宇进了电梯 里面就他们两个 顾雅会进去反而尴尬 他站着没动 肖宇也没打算等他 按下关门键 华晨的总裁 一直是个神秘的所在 他到底有没在公司 顾同摇头 不知道啊 听说公司的事 都是有冷冤在处理的 总裁肯定是遥控指挥 肖宇很好奇 华晨的总裁到底是谁 不过 肯定年纪很大了 而且杀法果断 冷酷无情的那种 不然怎么撑得起 这么大的公司 我听人说 这人年纪不大 但是长得很丑 所以不敢见人 肖宇说道 也有可能 你刚刚有没看到 顾雅会那一脸的花痴样 他八成是喜欢上冷冤了 冷冤是华晨的二把手 他可真会挑 顾同一声冷笑 那也得人家看得上他 什么第一名员 骨子里坏透了 你知道他坏就好 以后小心点 别老给他背费锅 两人边走边说 走出华晨大厦 阳光有些刺眼 顾同倍感压力 接下来是要慢慢 还清冷冤的修理费 顾雅会给姚梦叔 打了个电话 心情很差 想找个人出来 聊聊发泄一下 顾同害他丢进颜面 他得想办法 让顾同也丢一次脸 第35章 仇人相见 肖宇送顾同回到酒店 已经是傍晚了 肖宇还处在失恋的伤感中 回去也很无聊 就想着吃了晚饭再走 正好陪顾同去黄东卖酒 两人走进大堂 秦楚风跟一名男子走在前面 肖宇眼前一亮 加快脚步走了过去 秦楚风 秦楚风停住脚步回头 有事 喜欢他的时候 他就是个宝 不喜欢他了 他连根草都不是 肖宇一肚子气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骂他 顾同担心他又惹事 上前拉住他 走吧 这种人是听不懂人话的 秦楚风旁边那名男子 目光定在顾同身上 是你 顾同也认出来了 这男人不就是他第一次去黄东 推销养酒时 跟冷冤他们做一个包厢的吗 对 那次他对他动手动脚的 他还扭断了他的手 是我 这种人渣不需要跟他客气 成久的眼神不太友好 被顾同扭断了手 还被叶思成灌了一瓶酒 让他在两个女人和冷冤面前 丢尽了脸面 回去后 他让人查过叶思成和顾同的底细 知道他们两个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小明 所以 根本没放在眼里 顾小姐本事不小啊 我这手现在还痛 顾同毫不客气 那是因为你手多 肖宇 我们走 拉着肖宇走向楼梯 跟秦楚风一起的那男人是谁 肖宇说道 那是他舅舅 帝都的制造业大王 成久 啊 来头这么大 顾同回想 其成久那带着杀气的眼神 不由得有些心慌 可别又来找他麻烦 你认了他 顾同点头 他就是那晚在包厢被我扭断手的那个 对我动手动脚的 没点素质 这种人 你就该扭断他的手 别给他接回去 肖宇找了个餐桌坐着 顾同去了后厨 厨房已经忙率开了 还好给总厨打电话 请了会儿假 朱全赶紧让他切菜 顾约气愤 秦楚风说 不要他就不要他了 说劈腿就劈腿 他根本没有丝毫的准备 劈腿之后 也毫无悔改之心 甚至看到他时 连句抱歉的话都没有 好像做错事的那个是他 哼 不但这样 还害顾同弄坏了冷冤的车子 要赔那么多钱 这一切都是秦楚风引起的 不能就这么放过他 肖宇觉得 自己必须做点什么 否则 他对不住自己 跑到走廊上 问了下一名服务员 请问秦总在哪个包厢 就秦家大少 秦楚风 他是我朋友 找我一起来吃饭的 旁边过来一领班 他们在紫云阁 来很多人了吗 暂时就两个人 领班应了句 忙别的去了 萧宇走到包厢外 这个包厢不大 估计就他们两个 萧宇去了后厨 去找顾同 紫云阁点了什么菜 一会 有我端过去吧 顾同看了眼菜单 其中就有一份龙虾炒饭 一锅螺汉汤 刚好猪拳要给其他客人做 这份炒饭就留给他做了 你端什么 这里油烟大 你赶紧出去 要是总厨看的会骂我的 闲人免禁 你不知道吗 好吧好吧 萧宇算着 时间还来得及 到附近的药店买了点歇药 跑回厨房外候着 第36章 在汤里放了歇药 服务员把罗汉汤端到出去时 萧宇特意问了句 我们紫云阁的做好没有 老板在催了 让我来看看 问到第二份时 才是紫云阁的 萧宇几乎是用抢的 我来吧 老板催得急 我自己端过去 就好了 服务员愣在原地 有这么着急赶着喝汤的吗 萧宇趁着走廊上 没人把捏在手心的十几颗蟹药 全都偷偷放了下去 送到旁边的茶水间 交给服务员 紫云阁的 赶紧送进去 刚刚跑去买药跑得太急 萧宇一身全是汗 走回二楼大厅餐桌旁坐着 等着看秦楚峰 跟成久的狼狈样 店员还特别交代过 这种蟹药药性很猛 每次吃半个就可以了 非常严重的时候 才能吃一粒 小姐 请问你要点餐吗 服务员过来问了句 萧宇就一个人吃 点了一菜一汤 想着他们两个 也不会这么快吃完 自己先吃饱了再说 一个小时后 成久跟秦楚峰 从包厢走了出来 两人依然有说有笑的 面不改色 萧宇有些纳闷 他们没喝汤 顾同刚好忙完 出来上洗手间 见他鬼鬼祟祟的趴在墙角 走过去 在他肩头拍了一掌 你在干嘛 吃完饭了 萧宇惊慌失措地转过头 被你吓死了 我在等着看好戏呢 看什么好戏 萧宇指了只 走向电梯的那两个男人 我在他们喝的汤里面下了解药 你说他们会不会没喝汤 怎么跟没事人一样 顾同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 汤都是服务员送过去的 你买通服务员了 哪需要那么麻烦 我的是办法 我只是觉得奇怪 他们怎么会没事 顾同有些恼火 他们要是没事还好 要真有什么事 我就被你害死了 萧宇没想过这些 要是我放的 跟你无关 要是真追究起来 我自己承担就是 你自己承担 车子的事 你也说自己承担 你承担了吗 顾同越想越气 我告诉你 这关系到酒店的声誉 他们要是去投诉 去举报 酒店就会被停业调查 而我 轻则开除 重则会怎么样 那就要看那两位爷的心情了 萧宇催了一口 秦楚风他敢对付你吗 他做出那么不要脸的事 他难道还敢来报复我们 还有那个成久 他敢对你动手动脚 他活该 我也是在为你出口气 你真是天真 你要到到什么时候去 顾同走向电梯 你去干什么 萧宇跟在他身后 我去看看他们两个 要喝汤喝出事来了 看看能不能挽回点 顾同进了电梯 追到酒店门口 他身上还穿着厨师的制服 戴着高帽 不过 并没看到秦楚风和成久 萧宇喘了口气 你别大惊小怪的 那种药药性很猛 要真吃了 不可能不拉肚子 到这会儿都没事 很可能是没喝 便宜他们了 最好是没喝 不然 我真要被你害死了 顾同返回酒店二楼后厨 萧宇并不认为 自己做错了什么 秦楚风害他伤心欲绝 难道不应该 让他受到点惩罚吗 秦楚风开车 先送成久回家 车子半路时成久 突然腹部一阵脚痛 捂住肚子喊了句 不好 赶紧找个 有卫生间的地方停车 第37章 这是跟顾同没关系 车子在一家酒店门口停下 秦楚风也肚子痛了起来 两人捂住腹部 狼狈地走进酒店找卫生间 许久才从卫生间隔间走出来 成久很是困惑 怎么会这样 难道是今晚的菜出了问题 秦楚风也想到了 如果只是肠胃不好 不可能两人都这样 得回去问问 刚走出洗手间又来了 两人又跑回隔间 来来回回地上了五次 两人都跟须脱了般 面色苍白 在隔间时动静也很大 其他几名上厕所的男人 都盯着他们看 眼神怪怪的 回到车上时 秦楚风连开车的力气都没有了 小舅 不能就这么算了 今晚的菜肯定有问题 这不是有问题 明显是有人 给我们下了泄药 不然 不可能我们两个都这样 秦楚风正了下 有人给我们下了泄药 那赶紧回去查监控 看看到底是谁做的 必须得揪出来严惩 成久仔细回想了一遍 顾同是威尔逊的厨师 肖宇是他朋友 要是我没猜错 肯定是他们两个做了手脚 他让人调查过顾同和叶思辰 虽然了解的不多 但基本情况很容易查到 秦楚风觉得有道理 肖宇和我甩了他 跟顾同狼狈为奸 在我们吃的菜里面下药 这不是不可能的 小舅 我们这就回酒店去 我从来没这么狼狈过 这回 我不可能放过他们 他们要是不承认 我就举报威尔逊 成久表示不妥 我们已经离威尔逊 有段距离了 是离开酒店后 才发生这样的事 回去闹怕他们不肯承认 秦楚风咽不下这口气 拨通了肖宇的号码 肖宇还在餐厅坐着 看到是秦楚风的电话 心跳瞬间快了几拍 铃声快响完时 才滑开街听见 居然给我们下泻药 被顾通说了一通后 肖宇这会冷静了下来 你说什么 我给你们下泻药 秦楚风 你有病吧 我什么时候给你们下泻药了 秦楚风怒气冲冲 怎么 敢做不敢当 你跟顾通狼狈为奸害我们 别以为我不知道 威尔逊的监控不是摆设 我们 我们已经查到证据了 查到了 不会吧 这么快 肖宇也没什么不敢承认的 没错 是我在你们喝的汤里下了泻药 这是跟顾通无关 你害我那么伤心 这不过 有些愧疚的 好 这次的是我忍了 肖宇 我们之间扯平了 以后互不相欠 你要是敢对付我 别怪我不客气 肖宇冷声道 你欠我的太多了 永远不可能扯平 我告诉你 以后我见你一次 就害你一次 你就是我的天敌 我们不共戴天 那你试试 秦楚风又要上厕所了 把电话挂了 跑回酒店的卫生间 承久无辜受牵连 他认为 这不可能是 肖宇一个人能做到的 顾通肯定也有份 他上次被顾通扭断了手 这回又害他这么狼狈 肖宇跟秦楚风之间 可以扯平 他跟顾通不可能扯平 一激动 肚子又痛了起来 承久也不得不 跑回洗手间 简直要了半条命 更可恶的是 胃也痛了起来 秦楚风叫了代驾过来 把他们两个送去了医院 这回不输液 都过不去了 承久更严重 加上喝了不少酒 造成了急性肠胃炎 得住院治疗 跟顾通的仇 算是结下了 第38章 我跟他没办法扯平 顾通忙完换好衣服 走向肖宇那边 你还没走 你可以下班了 我在等你啊 带去黄兜了 肖宇有些得意 那混蛋打电话来了 听他的声音 估计拉得剩下半条命了 你还很得意是吧 他们是在威尔逊吃过饭 才这样的 肖宇不以为然 那要怎么样 我跟他说清楚了 要是我下的 跟你无关 也跟威尔逊无关 他说不会怪我 还说算是扯平了 他真以为这样就可以扯平了 哼 我跟他之间的仇恨不共戴天 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听他这么一说 顾通松了口气 他可真不想再惹上什么麻烦了 劝了句 你适可而止吧 好歹相爱一场 他之前也对你不错 你就别苦大仇深的了 放过他 也放过你自己 以后还能找到更好的 肖宇和他走出酒店 上了他的车 还得赶到黄多叶总会去卖酒 我肯定会找到更好的 但也不可能就这么放过他 他现在就是跪在我面前求我 我都不可能原谅他了 顾通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好聚好散吧 你说你也是 长这么漂亮 怎么就找了他一穷二白的男人 要不 趁着你们还没感情 你赶紧把他甩了 我给你介绍一个有钱的 顾通还没想过这些 这个年纪并不了解生活多奸 你可别给我多事 我觉得叶思辰挺好 他现在不是已经找到工作了吗 只要能在华晨坐下去 我们两个的生活 还是不成问题的 你真幼稚 你是不知道 一个家需要花多少钱 等你们有了孩子 开支会更大 到那时候你就会知道 好看不能当饭吃了 他长这么大连一点 存款都没有 你真不担心 也许有些事只有旁观者清 顾通想不到那么远的事 叶思辰已经是他的人了 他就得对他负责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有你后悔的时候 萧宇心情还是不错的 今晚把秦楚风弄得那么狼狈 心中多少有些报复后的快 但回到出租屋 又是十二点了 桌子上放着一份炒米粉 叶思辰还没睡 你回来了 我刚在楼下买回来的 你吃点再去洗澡 走到他跟前 见他面色微红 嘴里还呼出浓浓的酒味 你喝酒了 顾通头有点晕 拉开椅子坐下 吃了口炒米粉 还是热乎的 我在卖酒 我能不喝吗 这炒米粉做得不错 你要不要吃点 叶思辰是专门为他买的 我吃过了 喝了不少吗 顾通点头 今天有个包厢 来了几名财大气粗的客人 他们说我喝一杯就买一瓶 我喝了五杯 他们真买了五瓶 可都是几万块的养酒 还给了我不少小费 叶思辰给他倒了杯水 他们让你喝你就喝 为了挣钱 叶思辰不顾自己的身体和尊严了 顾通一声苦笑 放心吧 我酒量不错 我有分寸的 至于尊严 我光明正大赚钱 怎么就没有尊严了 叶思辰看着心疼 以后别去卖酒了 修理费的事我来处理 你来 顾通觉得好笑 你做了几天 司机就冲大款了 我跟冷云说一下 看能不能不让你赔钱了 第39章 洗澡弄伤脚 顾通放下筷子 别 你可千万别去说这些话 这本来就是我的错 我理应赔给人家 我的事你就别管了 你好好上班 争取能在华晨待下去 这才是正事 记住 别去跟他说 知道吗 他都这么说了 叶思辰只能由着他 不想你太辛苦啊 知道吗 我们又没家是背景的 不辛苦能赚到钱吗 叶思辰 你好好上班 争取能把这份工作做下去 就算是做个司机 收入也不会低 然后有时间了 好好看看书 多学点知识 对了 你朋友的朋友 什么时候回来 能老让你在那替他吗 叶思辰想了想 既然装了 就得装到相点 应该还要过两天吧 等他回来再看 要是不需要我做了 我只能再找其他工作 好吧 能做一天是一天 这几天赚的钱 你自己拿着 用完了再找我 我现在卖酒也挣不少的 顾童打了的哈欠 回房间拿了睡衣去洗澡 冲着他喊了句 把桌子收拾一下 地上有点滑 顾童匆匆脱下衣服 往置物架上扔去 一个没注意 脚下一滑 整个人跌倒在地上 发出一声惊叫 连同洗手间的脸盆和桶 都给掀翻 你怎么了 叶思辰扔下手中的饭盒 往洗手间跑去 这本就是老旧的房子 卫生间的门并不牢固 他一脚就踹开了 顾童身上什么都没穿 一个大男人就这么闯进来 他吓得不轻 坐在地上 双手环抱在胸前 你干什么 叶思辰见他没穿衣服 本能地往后退了几步 我听到你在叫 怕你受伤了 所以过来看看 你怎么样 有没伤到呢 顾童拼命护住自己那三点 你先出去 快出去 叶思辰的目光 落在他右脚脚踝上 蹭破了一大块 有鲜絮正在往下落 你脚受伤了 顾童哪顾的伤痛 我没事 你快出去 叶思辰没听他的 走过去强行将他抱起 你干什么 顾童慌了 双手在他脖子上 脸上乱抓 不许乱动 叶思辰语气清淡 却是不怒自威 带着命令式的口吻 你快放我下来 你要干什么 顾童有种被人侵犯到的愤怒 他身上可是什么都没穿 这男人太无所顾忌了 什么 叶思辰 你这混蛋 你趁着我受伤 想对我做什么 顾童慌忙拉过被子 将自己包裹住 你别乱来啊 我可是有伸手的 你要是再不走 成久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叶思辰掀开点被子 拉过他的右脚 将他按住 扶下身盯着他的眼睛 脸凑得很近 几乎要贴到他的唇 你想哪去了 我能对你做什么 那晚要不是你强行压住我 我能把自己给你吗 顾童慢慢冷静下来 就因为有那晚的事 所以他对叶思辰很敏感 他不能再被他看不起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要强回去 第四十章 我是那种人吗 叶思辰差点笑出声 在他脑袋上摸了下 你在想什么 你放心 我对你的身子没兴趣 躺好了 不许再乱动 坐在床沿 轻轻拉过他的右脚抬起 吹着他受伤的位置 不痛吗 顾童松了口气 刚刚太过激动 竟忘了痛了 痛 叶思辰 原来你是因为我受伤 才把我过来的 叶思辰检查着他的伤口 那你以为是什么 你这小脑瓜 能不能想点正事 还好 没伤到骨头 不过 擦伤面积太大 还有点韧带拉伤 必须上药 你好好躺着 你出去给你买药 顾童盯着自己的伤口 血淋淋一大片 看着触目惊心 你要去给我买药 要不 我送你去医院 顾童算了下 去医院要花不少钱 搞不好还得拍片 不用 你去买点纱布 落合点和白药就可以了 这点伤对他来说 并不算什么 不过 这么晚了 叶思辰跑出屋子 二十分钟后跑了回来 喘着气 满头大汗 顾童已经穿好睡衣 你先歇会吧 这么大汗 我没事 叶思辰给他清理伤口 上好白药 再贴上纱布 处理得很小心 跟护士有的一笔 你脚受伤了 明天在家休息 别去上班了 回头我跟冷渊说一声 顾童看着自己的脚 叶思辰 瞧你这气势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冷渊的老板呢 叶思辰愣了下 是自己话说过头了 我不是着急吗 所以语无伦次了 不过 跟冷渊请个假 还是可以的 不用 这点伤不算什么 不影响走路 我还欠着冷渊的钱呢 不能请假 顾童把脚往回缩了点 上了药后没那么痛了 我没事 你就不用操心了 叶思辰面无表情 与其是命令式的 那怎么可以 我说不去就不去 顾童不想跟他争吵 真是不当家 不值柴米贵 不去上班哪来的钱 我知道了 已经十二点多了 你快去睡觉吧 好 要是不舒服 就喊我 他公司有事 一早就出门了 顾童九点才起床 脚一沾的 又是一阵刺痛 还好 能受得了 洗漱后 便跟往常一样赶去酒店 穿着阔腿长裤 小白鞋 很好地遮挡住了脚踝上的纱布 忙了一上午 脚下走动幅度太大 坐下来休息时 揭开纱布看了眼 伤口裂开 脚踝也肿了起来 一阵刺痛 在下地时 有些走不动了 得去医院看看 只好跟叶总厨请了假 把萧宇叫了过来 陪他去医院 萧宇扶着他 走向门诊大楼 你说你 叶思辰都说了 让你请假 你干嘛这么成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